这个男人真是走了狗屎运 脚一划将父亲的骨灰滚到了悬崖边上 他伸手去垢 还没碰到 骨灰就直接跌落悬崖 真龙有所感应 电闪雷鸣 大地震动 只见金龙腾空而起 把骨灰吞入口中 迅速钻回龙穴 一切恢复平静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穴 相传只要占了龙穴 子孙必是真命天子 沉原外眼看 被人抢了线 真是气坏了 自己筹划了三个月 花了重金 才找到了龙穴 眼看就要得手 却被这小子脚一划给抢了先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晕倒的男人叫朱七 他就是朱元璋的父亲 而此刻他还是沉原外家的店户 沉原外一气之下 就要杀了他 倒是马上拦住他 既然木已成舟 杀了他也无济于事 不如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只要有这个名分 您的孙子也必然是天子 女儿知道了这个消息 拎上包袱就要逃跑 原来他已经跟人订了婚 而且已有身孕 母亲震惊 但是为了荣华富贵 也就委屈一下女儿吧 而朱七对于迎娶财主 家漂亮女儿这事 也不感冒 原来他对沉原外家丫鬟 情有所属 在婚礼上 俩人都激烈反抗 结果挣扎中 撞了对方的头 都晕了过去 沉原外认为这样更好 女儿既然已经怀了 别人的孩子 这样晕倒了 倒也可以蒙混过关 可不是 之前沉原外 还在为女儿 怀了别人的孩子发愁 道长却说 只要她是朱七的媳妇 不管轻生不轻生 都是真命天子 隔天 朱七和丫鬟正在私会 却突然被媳妇撞见 不管愿不愿意 也是自己丈夫啊 对这对狗男女 就是一顿毒打 连打带气 就动了胎气 眼看就要生 忽然 天空出现七彩祥云 金龙在空中盘旋 孩子生下来了 还是个大胖小子 耳垂很大是富贵之相 哭声也特别响亮 怎么红也不行 奶奶为了孩子好带 给出了个馊主意 小孩子要命好 要好带 就得穿耳垂 说着就在孩子耳朵上 扎了个洞 忽然电闪雷鸣 天色变暗 金龙变成青龙 道士盲问孩子 为什么不哭了 园外妻子说婆婆 为了好带给串了耳洞 道士大惊 叹息道 洞一穿 公龙变母龙 好 这五爪金龙 就变成了四爪孽龙啊 园外盲问 这该如何是好 道士又给出了个狠招 只要不让朱七再生了 这孩子还是皇上 直接把他杀了就好 隔墙有耳 这一切被朱七的 相好叶儿听到了 连夜带着朱七逃跑 途中 叶儿先是崴了脚 随后 朱七也给跑骨折了 俩人来到了悬崖边上 绝望之时 还是叶儿激烈 忽然想到个妙计 追兵随后追到 只见悬崖边上的血迹 还有一脚 就以为 他们跳崖自尽了 两人被邻村的 他欣赏朱七的骨气 愿意跟他结拜为兄弟 过了断男更女之的生活 燕子的肚子也大了 这天两个男人照常去打猎 两个女人就在家 忽然来了两个官兵 要调戏大嫂 叶儿赶忙 跑去报信 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大嫂 反抗被杀 朱七为阻拦援兵被杀死了 大哥和叶儿 逃到一个草屋 叶儿马上要生了 这人就是朱元璋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临盆 她也没想到 自己会生一个皇帝 这时 天空出现一条金龙 盘旋在空中 本来阴云密布 瞬间雨过天晴 发出灿烂的金光 眼看追杀他们的援兵快到了 金龙口土红色的丝绸 把整个茅草屋遮盖起来 屋子瞬间消失无踪 等追杀的官兵 追到这里也很纳闷 明明看到 两人进了茅草屋 怎么就忽然消失了 急忙问身旁的方丈 可忽然几道雷电 披在官兵面前 把官兵吓得撒腿就跑 金龙施法让草屋重现 身一跃钻进了女人肚子里 于是婴儿诞生 男人开心地抱住孩子 祝祝地有候啦 红铃直接从屋顶飘落 包在这孩子身上 这天 皇帝还在饮酒作乐 荒淫无度 忽然地上出现一堆毒蛇老鼠 吓得巫女太监 各个尖叫逃命 皇帝高喊三声来人 只见一惊铜微笑降临 用扫帚轻松清除了这些蛇鼠 又瞬移到金龙宝座旁 左手托日右手托月 缓缓坐在了龙椅之上 再次出现 皇帝无可奈何直接被吓醒 惊魂未定之时 太监来报 有块巨石出现在大堂之上 皇帝有不祥预感 忙召集百官商议 只见巨石上写着干戈镇 卫剿方 圆崇改 日月旁 混一桶 东南方 大祭司表示 此人能清扫污秽 必有通天本领 穿红衣说明他姓朱 首长日月表示 他能执掌乾坤 石头的衬语也表示 朱姓之人会在东南方 造反取代皇帝 皇帝深表焦虑 马上派兵诛杀 东南朱姓之人 数年过去 朱元璋已长成少年 他正在挖野菜 忽然身后出现几只恶狼 对他虎视眈眈 生命危在旦夕 不许吵 在这儿乖乖等会儿 狼群居然听同男孩的命令 瞬间变身温顺绵养 这个开挂的男孩叫朱虫巴 他的母亲 发现孩子被狼围住 急忙拿起地上石块 想驱赶他们 狼群瞬间恢复了野性 你们不许让害我娘和彪叔 你们快回家吃饭吧 狼群居然掉头就走 母亲觉得他是被上天照顾的人 就决定去寺庙求佛中保佑 一而前程跪拜 可崇巴却只看不败 我不败 方丈走来询问缘由 心中一起有佛 不需要外在那里叫 方丈又问 为何不求佛 求佛 求佛也不如求佛 方丈见他小小年纪有这等见解 前途不可限量 于是 教一些兵法和为人处事的道理 并嘱咐他 不要跟外人透露自己信诸 这天遇见飞行的刘伯温发现 街上有个老人被援兵殴打 眼看老爷子就要吐息而亡 正要出手相助 只见冲出来一小男孩 一言不合 刘伯温给他灌入神力 双拳打飞两个官兵 道长很欣慰 既佩服陈有亮的胆色 也认为有上天相助 他必是天选之人 自己更要竭力辅佐他 另一边 白莲教也认定 寒灵才是真命天子 师父对寒灵展开魔鬼训练 灵儿 欲成大使者 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 知道吗 是师父 寒灵也是很生气 宫子一日签 皇宫里大祭司 算出朱姓男子 会出现在西南方 明日此人 会头戴金花帽 身穿羊皮 腰细金丝弹 脚下败品藻红帽 由铁头同辈 护送再短 皇帝下令 朱杀西南有此特征的七岁男孩 道长又杀了一个孩子 仰天大笑 朱仲八一死 陈有亮就是真命天子 却看到 那颗最亮的心依然在闪 看来是又杀错人了 朱崇八和马秀英 从小青梅竹马 道长的罗盘在空中忽然不动 道长看见 朱崇八二人 就上去问 附近有没有姓朱的 朱崇八忽然想起 方丈的话 不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姓氏 马秀英刚要答话 姓朱都没有 不过我们刘大爷家里 他是刚刚下了一窝小猪 你多大 我十岁了 道是说你不像十岁的孩子 从八达到 小乞丐 吃得不好 怎么能长高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 道长骂马咧咧地走 可是 罗盘却一直对这里有反应 直接飞了起来 比人都心急 道长心一横 命可错杀一万 不能放过一个 这四个一起玩的小孩子 可不简单 他们分别是 朱崇八 马秀英 徐达和汤和 忽然树上掉下一个鸟窝 扣在了朱崇八头上 就像一个帽子 我们一起来玩将军捉强盗的游戏 怎么样 好 崇八捡起草绳绑在腰上 又拿起木棍当马骑 这不就是金花帽 金丝带 枣红马吗 这时 罗盘 在他们四人头顶盘旋 道长认定 四人中必有真命天子 就抓住一个孩子 死死掐住 这时 崇八 拿着棍子就冲了上去 反手又被道长掐住 关键时刻 一颗石子飞来 打在道士手上 说话的是白莲叫人渴的真命天子 韩灵儿 倒是气愤不已 与他打了起来 韩灵儿虽攻服了德 但也不是这道士对手 孩子们一起呼救 喊来了不远处的官兵 道士健壮急忙施展 林波微不逃命 起码官兵上前就问他们几岁 崇八 急忙抢答自己已经十岁 他们都比自己小一岁 官兵很纳闷 怎么都长这么低 崇八依旧说小乞丐们 吃不好所以长不高 官兵见他们一个个破衣烂衫 脸上也脏兮兮的 也就信了他的话 我们要找的是头指金花帽 腰缠金丝带 跨下斗红马 左右还有保镖 就他们几个里面 若说有真命天子的话 那我 岂不成了神仙老子了 于是骑马离去 崇八回到寺庙 把今天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说给方丈 方丈连连夸他机智聪明 又担心金龙之气太盛 会引来杀身之祸 于是让崇八打开双手 并在他手心写下一个佛字 用佛法压制他身上的金龙之气 道长好不容易逃离官兵追杀 正想 再怎么杀了朱崇八 忽然观天象发现 朱崇八代表的地心 也没有什么光芒了 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佛法护体的朱仲八平安长大 这天 朱崇八正在扫地 突然困一袭来 当冠乞丐的他 练就了倒头就睡得好习惯 直接睡在地上 老和尚走过来 看他这睡姿甚是奇特 在整个扫帚 俨然是一个天字 老和尚想唤醒朱崇八 可困一味削的朱崇八 在地上翻了个身 又继续睡觉 老和尚一看 这不就是天子天子二子 与此同时 刘伯温在山上又修炼了十年法术 眼看法术大成 准备下山辅佐天子 刘伯温上乘法术已经炼成 师父夜观天象发现 真命天子出现 让刘伯温去辅佐 而灵仙山 由有宝物出现 可能会有奇缘 经过师父提点 他来到了寿仙山 打开了隐藏的洞口 刘伯温走进洞内 发现石碑上 写着此时为 流击所破 这真是天意 便一掌就击碎了这块石碑 进入里面 突然出现一只白猴子 你才猴呢 我叫白云 白云问清楚 此人就是刘伯温 大笑着自己有救了 他告诉刘伯温 石桌上 放着两件宝贝天书和藏虎图 天书神秘奥妙 我应遇到他才能说人言 你破了石碑就是天书的主人 五虎图里的五虎代表五元虎将 所有老虎都变成人形之石 也就是真命天子起义之日 刘伯温收好宝贝 便要施法解救猿猴 却怎么都打不开 白云便说 石碑里面的伏魔剑 可劈开铁锁 刘伯温一掌劈开石碑 伏魔剑在空中飞舞起来 他伸手去抓 可怎么闪转藤魔 都够不到他 刘伯温叹息道 话音刚落伏魔剑 竟主动飞到了刘伯温手里 闪耀着寒光 刘伯温手起刀落斩断铁锁 救出白云 白云到完卸几个虚影 便消失不见 刘伯温按照线索开启 寻找五虎之路向东南走去 另一边 朱虫八正和小伙伴们 一起玩扮演皇帝的游戏 大牛抢着要当皇帝 好容易当把皇帝 竟然让朱虫八败他 虫八摇着头拒绝 不是地牛 不可以随便乱败的 如果我败了的话 就会地牛翻身 会引起地震的 大牛不信 催促他赶紧跪下 虫八说 那你摔倒了别让你爹 找我就行 便跪了下来 他膝盖刚着地 遍地动山摇 大牛哀悠一声 就就摔了下来 大牛让汤河来伴皇帝 可没人赶上 大牛报复心挺重 提议让崇八扮演皇帝 看大家能不能败倒他 崇八戴着绿帽子走上巨石 瞬间弃之报表 做得有模有样 众人向他朝拜时 草帽竟然变成了皇冠 大家议论着 没人把他败倒他 就是皇帝 崇八还一本正经地册封起来 先锋心心念念的马秀 因为皇后 并为他戴上了绿帽子 可这绿帽瞬间秒遍奉冠 紧接着风汤和为大将军 大牛两兄弟为大太监 众人听后大笑 兄弟二人一检查 发现宝贝居然真没了 一句玩笑话 竟然都成了真 画面一转 长大后的韩铃 抓到了三个援兵 你们居然敢抓我们 且慢 我从已数到二十 你们几个 尽量地跑 如果我数到了 你们还没跑掉的话 就休怪我 对你们手下无情 说完开始计数 援兵这才感觉不妙 撒鸭子就跑 他们以为 韩铃儿肯定追不上 开始放慢步伐 韩铃儿数完 使出凌波微步 瞬间出现在官兵眼前 一个人可以变成了一头牛 苏重八就做到了 这天 他正在一棵树下看书 忽然看到一个受重伤的人 小伙子刚到地不起 后面就来了一群追兵 他十分焦急 你快起来 快起来啊 官兵追了过来 重八挡住他们的视野 我的牛他们胆小 你们别吓到我的牛 还是被一个眼见的官兵发现 用手指着 喂 那里就有人 重八赶紧谎称 那是一头牛 躺在地上 画刚做完陈友亮 居然真变成一头黄牛 官兵一把推开重八 这不就是一头牛吗 你怕什么 重八见状惊呆了 真明明是一个人 别人却都当成牛 他还不知道 自己乌鸦嘴 有多厉害 原来这个小伙子 就是外出历练的陈友亮 这天在城门外 正好碰到原兵 要诛杀诸姓百姓 当场挺身而出 阻止恶行 打退了行刑的官兵 可原兵又赶到 外加防不胜防的冷剑 陈友亮肩膀重剑 丧失战斗力 拔腿就跑 这才有了巧遇重八的一幕 第一次历练就差点领了盒饭 经过重八 悉心照顾他恢复了伤势 重八把他介绍给自己朋友们 大牛提议 给陈友亮举行个欢迎仪式 重八开玩笑到杀牛伺候 随后命令汤河准备拿刀 我又没刀 怎么杀得了牛啊 重八脑子一转 指着旁边的芦苇 那就是刀 陈友亮觉得 这些人真是幼稚可笑 把人当三岁小孩了 汤河拿起芦苇劈了下去 忽然芦苇真的变成一把刀 牛头瞬间被砍下来 重八和陈友亮都惊呆了 这可怎么跟原外交差呢 重八鬼点子就来了 他们把牛头放到河里 装成牛墨水的假象 照原外一看即坏了 忙叫人一起把牛拉出来 眼看人多力量大 就要把牛拉出来 重八心想生 断了就好 不到一秒绳子就断了 牛头也开始往下沉 一看 还真是往下沉的眉影了 小伙伴开心地像过年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找牛了 重八光荣下岗了 吃得饱饱的陈友亮和重八到了别 另一边 白连叫的人想要绑走拖牙 双方激烈交战 眼看拖牙就要被抓 关键时刻 陈友亮来了个英雄救美 三下五除二打走了白连叫 没什么姑娘 我没事 多些公司 没想到 这一看 心都融化了 老方丈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一白一男子上空 盘踞着一条青龙 他悄悄往前走几步 轻声呼唤起来 施主 施主 受伤的陈友亮忽然惊醒 犹如金弓之鸟拔剑指向方丈 和尚健壮 连忙解释 自己是寺内的方丈 并无恶意 陈友亮放下戒备之心 滴水未尽的陈友亮 一下子瘫软下去 原来刚解救了 被白连叫追杀的 援冰太尉女儿托牙 来了个英雄救美 正悔恨没有问美女姓名的时候 又被埋伏许久的援冰给围了 真是就美不分敌我 这次对方人数太多 想跑是不可能了 恰巧 寻找真命天子的刘伯温 忽然看到上空 盘踞着一条青龙 青龙兴混兽于此 赶忙上前营救 激战了一阵 陈友亮逐渐体力不支 被官兵一脚踹倒在地 刘伯温几下 打趴下陈友亮身前的官兵 让他先走 自己留下来殿后解决这些官兵 陈友亮也不客气 脚底下抹油一溜烟就跑了 所以便逃到了寺内 方丈慈悲地 扶他去屋里休息 不到一会儿 官兵们就追到了黄绝寺 首领强行搜索寺庙 陈友亮得知仪器之下 想要冲出去和官兵们 拼个鱼死网破 陈友亮心生一计 官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房间 走进屋内 却发现一个戴着帽子的人 背一段左 突然 陈友亮猛地一回头 把官兵吓了一击灵 这一脸毛 说猴不是猴 说人不像人 方丈健壮解释说 他是自己的徒弟 日夜念经过头 精神失常了 忽然陈友亮 抓起一只小枪 就往嘴里塞 喀巴一口 从就从中间咬断 官兵看到这一幕 一阵翻江倒海 没说声再见就跑远 为了尽早恢复身体 他决定先留在黄绝寺修养 另一边 好兄弟汤和告诉朱崇八 官兵不抓和尚 让他去黄绝寺避一避风头 可没想到 他刚刚启程 就被一群官兵包围住 你们要干什么 朝廷正在征收民俘 我们要带你回去 我不要 崇八冲出包围 拼命逃跑 没想到 却跑到了悬崖边上 情急之下 他拿出弹弓 要挟官兵 不要前进 官兵并不理会 继续往前走 别过来哦 别过来 这时 一个帅气男子 飞身出现 快看 这些佛像居然在走路 原来是拜朱崇八 一句话所赐 我说 四大金刚 我求求你们 你们也帮帮忙行不行 你们先出去一下 让我把这里打扫干净了 你们处置不也舒服吗 崇八的嘴会开挂 不管说什么都会实现 原来崇八 被韩灵儿救下以后 来黄绝寺做了和尚 两个和尚觉得 方丈从小对他偏心 开始刁难他 让他把大殿的卫生 打扫干净 香火旺盛的大殿 到处是灰 崇八进殿后傻眼了 这么多大小佛像 可怎么扫啊 扫把 怎么都视展不开 于是说了句牢骚话 没想到 四大金刚就带着头动了起来 还都自觉地抖动着身体 灰尘也都掉了下来 一个佛像 溜达到外面 已经金光灿烂了 看到这个情景崇八笑了 拿起扫把就打扫起来 这叫一个痛快 寿和尚来检查卫生 忽然发现 大殿外晒太阳的佛像 都吓傻了 出大事了 赶忙去禀告方丈 崇八知道摊上大事了 要是让方丈知道 则罚亲不了 四大金刚听到命令 又纷纷走进大殿 崇八让他们慢点别碰到了 他们就开始 像蜗牛一样慢 崇八赶忙让他们再快一点 四大金刚才又整齐地进了大殿 方丈已经赶来了 小和尚说 朱崇八把所有佛像搬到屋外 陈友亮根本不信 自己武功高强都做不到 何况朱崇八一点武功也不会 如果国瑞真的这么做 我一定会把他赶出黄厥寺 极度心强的他们 可乐坏了 看你崇八怎么当方丈心里的宝 于是他们 风风火火地来到大殿门口 只有朱崇八在老老实实地打扫台阶 根本就没有佛像 老和尚严肃地问大师兄 佛像何在 大师兄答不上来 朱崇八说 当然在大殿里了 和尚纳闷了 难道朱仲八真的会妖数 进入大殿 方丈见到佛像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不错不错 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直夸朱仲八干得不错 就转身离开 小和尚并不甘心 居然发现了破绽 四大金刚站的位置不对 风调雨顺 四个字顺序颠倒了 胖师兄健壮 又开心地跑去叫师父 你们站错位了 赶快换过来 结果四大金刚马上换了顺序 方丈赶来检查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小和尚吓坏了 但说什么也没人信了 方丈骂他俩 出家人不打狂语 直接发两个徒弟挑水匹柴 不许吃饭 朱元张乐坏了 连四大金刚都邪魅一笑 陈有亮也不相信 就凭猪虫疤 怎么可能搬动佛像 虫疤赶紧附和 对啊 陈有亮觉得不对劲 眼神犀利 你别一直用这种眼神看人 看得我毛骨悚然的 因为将来我可是要在 万人之上的 这俩条龙 又会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我们拭目以待 黄绝寺来了一位大小姐 生得美丽动人 却刁蛮任性 她是哈马太尉的女人 崇八以为 她来是为那天恩将仇报 给了她一巴掌而道歉的 哎呀算了 不用了 那件事情啊 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还问她个道歉 干嘛心思动众的干什么 可这刁蛮小姐 直接叫官兵 把她抓起来 说是因为那天 为了救她把衣服弄坏了 要赔偿来了 赔偿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数月前在山间小路上 崇八迎面遇见两个壮汉 背着一个姑娘 姑娘对她使了眼色 引起她的注意 她发现 小姐被绑架了 还当面拆穿他们 可是她不会武功 被追着绕着圈跑 趁绑匪不注意 在姑娘身上拽了个线头 等元兵来救人了 他就把线头交给他们 告诉他 跟着这个就能找到 元兵顺着线头来到破庙 顺利让这两个绑匪领了盒饭 崇八走进屋 笑嘻嘻地向前一鞠躬 你看呀 我想说这个办法多好 既旧了你 还让你衣服改变了样式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看的 姑娘这才发现 肚子漏了出来 脸一红给了她一巴掌 于是 始终忘不了她的大小姐 来找崇八要钱 我哪有钱啊 我身上的肉还算结实 如果你喜欢呢 拿去啃好了 泪条 你也可以拿去熬汤喝 拖牙一听 直接无语 脑子一转给 朱崇八出道题 若是答上来 天残一就可以不还了 要是答不上来 就得拆了黄绝寺 砍了朱崇八的脑袋 直接把旁边的和尚给吓坏了 崇八倒是答应的利索 就这样 说我的脑袋有几斤重啊 朱崇八听了思考片刻 便说有答案了 笑着说道 拖牙的脑袋有九斤重 拖牙说 你怎么知道 我脑袋有九斤重啊 你肯定是骗人的 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搁下来 乘一乘不就知道了吗 你 好啊 来人呢 叫我呢 朱崇八这聪明竟让大小姐 没沾到一点便宜 但她可不会善罢甘休 说要住在寺庙里 还要让朱崇八服侍 这可气坏了朱崇八 更不爽的是 一变的陈有亮 这可是我真命天子看上的人 怎么能让你重八占便宜呢 这两个男人天生神力 瞬间 原来陈有亮得知 重八可以移动佛像 就要跟他决一上下 手腕掰不了 比点什么好呢 汤和剑一笔射箭啊 陈有亮一笑 那是我长相 汤和说我大哥更厉害 他弹弓打得老好了 重八立马猛了 陈有亮先来 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竟要一次要射三支箭 拉弓搭箭 姿势很潇洒 全部命中把心 在场之人都震惊了 两个师兄连忙过来一顿彩虹剑 这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啊 重八听不下去来了句 你们说的 也太夸张了吧 直接变为被嘲讽对象 说他连剑都拿不起 这一下重八不干了 直接夸下海口 我也能射中把心 而且还能射穿 还可以命中无理之外去 陈有亮笑了 说你可真是吹牛不带上睡的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重八虽然没射过剑 可是姿势拿得有模有样 全神贯注瞄准把心 嗖一声射了出去 途中居然突然加速 把心直接被炸出个窟窿 向远处飞去 丝毫没有减速的痕迹 陈有亮都大惊失色 而这一剑 直接飞到五里外的一个山洞里 射到一只猎豹的屁股上 这真是躺着也中剑 天来横祸 重八看着射穿的剑靶 也是不可思议 这乌鸦嘴对别人好使 对自己也一样好使 他没想到 陈有亮早已气炸 既生鱼和生亮 就起了杀心 两个和尚说重八的剑射不远 便去找剑 重八也紧随其后 此时 刘伯温在黄绝寺附近 寻找真命天子 忽然看见天空中的金龙飞过 知道 这个人就在附近 这时 重八走了过来 因为当年为了保住 重八性命方丈 用佛性镇压了体内真龙之气 所以并没有认出来 看此人天庭泡满 是有影响 可惜 并不是我要成人 此时 陈有亮经过 只见他身上的青龙之气外部 甚是霸气 刘伯温认为他是真命天子 只是他天书未能练成 不宜相认 两个和尚说对面山脚中离山 是妖怪修炼的地方 师父不让去 我一个人去 怕死都没跟来 陈有亮和汤和不姓邪 便一同前往 到了山洞里发现了射伤的花豹 陈有亮拔出剑 发现就是重八射的那只 重八 你果然将这只剑射到的五秒之外 又想起 一路上都在诛杀诛姓百姓 重八也行诛 这个人不简单啊 更加相信 重八是他最大劲敌 等两人离开后 花豹马上变回了人形 得知伤害自己的是 黄绝寺的朱重八 花豹金决定复仇 是历史上最悲趣的花豹金 他莫名被五公里外的一支箭射中 修炼千年的阴阳大法 毁于一旦 花豹金发射要报仇 夜里 这群人正在睡觉 妖艳的花豹金走进僧人卧房 第一眼就震惊于少年头上盘着的青龙 神龙护体让他不敢下手 这时候重八走进来 花豹急忙开启隐身技能 此刻 他也弄不清楚 谁是朱重八 不妨就暗中观察一下 重八为明天还要与陈友亮比武的是焦虑 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于是拿起那支箭把玩起来 花豹金一看恨的牙痒痒 就是你 直接一把掐住重八的脖子 我要杀了你 重八大声呼叫 关键时刻 陈友亮挡下致命一击 汤河也示意援手 三人便在院子里打了起来 汤河一出手 就被一脚踢飞动弹不得 陈友亮遇会妖术的豹子金交手 也处于下风 重八想寻找援兵帮忙 被花豹金一个施法打倒在地 正欲要行凶 佛摩剑挡住杀招 刘伯温赶到 与花豹金比拼其内力 花豹金不敌 立刻逃跑 刘伯温也赶忙追了出去 陈友亮听到刘伯温喊主攻 心里十分得意 刘伯温一路追赶 几个回合下来 花豹金不是对手 连忙解释道 我只想在洞里坐着 也没害过谁 可他这一剑 直接让我百年修行白费 我寻仇没错呀 刘伯温不想多听女妖解释 使出扶摩剑一顿看 花豹金响若不是功力被毁 你哪是我的对手 现在还是走为上纪吧 刘伯温心想这妖精这么厉害 重八居然能一剑毁他修为 这样的人物 如果与陈友亮为嫡娜很棘手 本以为陈友亮是真命天子 可扶摩剑却指引就重八 到底谁才是该辅佐之人 刘伯温也不敢肯定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另一边多疑的陈友亮也开始怀疑 刘伯温其实是来救重八的 因为自己从小被认为是真命天子 一路上的历练也都顺风顺水 可是自从遇到朱重八 就处处压自己一头 从来不知道 怕自怎么邪可面对他 却产生了畏惧感 为了以后顺利当上天子 趁你病要你命 伸出右手准备动手 躲在暗处的刘伯温正要相救 汤河领着方丈来看朱重八的伤势 陈友亮无奈放弃 脑子里有了其他想法 刘伯温此刻对陈友亮主公的身份 开始产生怀疑 五虎同时出现 主公的头像也就出现了 也可以先找到五虎 于是拿出五虎图 想要看个究竟 没想到 其中一只老虎显露出头像 他就是傻小的汤河 姑娘掀开被子 却出现了一个色眯眯的老头 秀英吓得大叫 赶忙躲闪 他居然想到未来的皇后为妾 说他们王家三代单传 儿子大牛让官兵 抓去当了太监 想让他给传宗接代 秀英誓死不从 王源外对秀英一顿毒打 秀英无法招架 就在王源外快要得逞的时候 忽然被人一脚踢开 来得正是寒灵儿 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王源外被打得惨不忍睹 韩灵儿一气之下 就要打死他 被秀英拦住了 看着秀英受伤的脸 他万分心疼 原来之前 韩灵儿夜袭太尉府 为父亲找千牛合手屋 却被叛毒出卖中了买品 身受重伤 被援兵追赶 这时被秀英所救 韩灵儿就对这姑娘的善良 深深吸引 此时 门外忽然传出了敲门声 秀英说是自己的叔叔 不是什么坏人 为了不引起其他误会 韩灵儿跳窗而走 画面一转 沈沈正在为到手的银子暗自高兴 忽然出现一个劈头洒发的长舌鬼 吓得沈沈大声尖叫 躲在角落里求饶 如果你以后还敢欺负秀英的话 我欠你一次 打你 说完就是一顿爱的大嘴巴 沈沈刚要说话 又挨了一顿还我飘飘拳 韩灵儿看目的到达 露出满意的笑 这天 韩灵儿想带秀英去白莲教 被秀英蜿蜿蜒拒绝了 韩灵儿放心不下 便把白莲教圣物令牌赠送给她 见此物如建教主 让她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白莲教教徒 说完就依依不舍地走了 韩灵儿刚走 这边亡员外的媳妇又来报复了 皇帝各地征集美女 她举报了马秀英 秀英知道 无法逃脱自己走了出来 告别的时候 叔叔说 你要是能跑就去豪州 找你父亲好友郭子兴 她能帮你 婶婶也不再采米 把仅有的银子给了她 不得不地说 皇后的命是真惨 与此同时 白莲教的分坛里 一只铜镜缓缓缓落下 上面写着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预示着造反时机已到 这是一群官兵把他们包围 要来拆他们教坛 左右护法 开始扬装成投降的样子 这时有官兵来报说 十人一只眼 被河边官兵挖出 这时护法一时眼色 开始反击 用铜镜将援兵 直接变为骷髅 一场白莲教精心的布局 已经展开 一到金光落下 稻草人瞬间变成活人 原来 猪虫八的乌鸦嘴 又说话了 我说稻草人啊 稻草人 我猪虫八一个人在割草 你们却在那看着 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你们应该下来帮我割才对啊 话音刚落草人们围了过来 虫八往哪走 草人也往哪走 他一拍手这可热闹了 回头一看 直夸稻草人够意思 招呼他们分头干活吧 稻草人连刀都没有 直接开始用手拔 兽和尚来看笑话了 以为是虫八过来搭话 跟你说话呢 鬼 知道 那边有鬼 虫八感觉不够快 让草人兄弟快点 草人立马开足马力 像开了四倍速一样 没一会功夫草就拔完了 虫八感谢稻草人 稻草人瞬间消失 便回原样 和尚醒来了 以为自己做了个梦 于是他说了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虫八刚琢磨着 有晚饭吃了 快跑断气的汤盒告诉他 秀英被援兵抓走了 虫八吹头丧气 意志消沉 方丈劝他一堆听不懂的道理 我愿 跳脱五界 竟参来生啊 跳出五界外的词都来了 总之 你是要成大事的人 不要因小事大 而女情长 陈友谅得之后 这边也动起了心思 朱虫八和汤 和绝非池中之物 不如救出马秀英 以后他们二人能 为我所用 说完就要走 虫八说 太危险不让他去 陈友谅说 我陈友谅可是真 真是老天眷顾的人 问明马秀英的衣着 便出发了 与此同时 托雅觉得闷想去城里逛逛商场 忽然看见秀英 被一群援兵压着 就让援兵放了他 援兵不认识 还想连他一起也抓了 托雅亮出身份 官兵怂了 最后托雅给了十两银子 还赏了几个嘴巴 虫八正坐着发愁 托雅说 如果我可以把你青梅竹马的人 带回来 你怎么报答我 虫八想都没想说到 我愿意为你做三件事 一看目的达到 托雅一拍手 秀英出现在眼前 俩人一顿诉说相思 说完还抱在一起 这可把竹性酸坏了 忍无可忍 拉开二人打了秀英一巴掌 你干嘛随便打人啊 托雅说是我救了他 还花了十两银子 她是我的婢女 以后都得听他的 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接着又想动手 重八求托雅放了秀英 托雅不从 重八感叹道 你的命运 怎么这么坎坷啊 另一边 陈有亮已经摸到了官府内 这个白猿 真是色胆包天 居然敢去官府里抓女人 时间到回一项相以前 陈有亮为了救马秀英 偷偷潜入官府 官府把手森严 陈有亮正犹豫 怎么混进去 一旁刘伯温这时 施以援手 施放法术 让门卫晕倒 陈有亮想 难道有高手帮忙 四下张望无人 也想不来那么多了 静止走进房间 他进屋后 一眼看到穿着绣花衣服的女人 是朱大哥让你来救我的是吗 陈有亮一听不再犹豫 拉上他就往外走 不料 一出来就围上来大量官兵 这时 刘伯温护主心切 直接冲出来解围 使用灵溪一指 定住官兵 让陈有亮先走 此时 白猿也趁乱溜进房间 挑了个好看的背起来就走 刘伯温一看 连忙追人猴而去 陈有亮带着女人 跑到了小树林 女人不胜感谢 可以提名字感觉不对了 朱大哥又是谁 原来此 朱大哥 不是比朱大哥 两人也是一脸猛 听到官兵追来 他拉着女人继续跑 救人就到底吧 另一边 刘伯温一个大步追上白猿 一看就是以前自己解救的白云 几下交手白猿 感觉不是对手 忍痛推开女人 后会有期 刘伯温感到懊悔不已 自己亲手放的猿猴 告出危害少女 一定要自己亲手了断的 不多久 就碰到陈有亮和女人在对话 女人问陈有亮的住处 以后好去报答她 陈有亮爱面子 不好意思 说 是因为逃避追杀跑到寺庙 于是 回了拒学雷锋 做好事应该的 不求回报之类的话 趁官兵没追来 让姑娘赶紧逃命吧 说完转头就走 在一旁观看的刘伯温 是越看越喜欢 可是 想起他有时会凶狠狭隘 决定再给他出最后一道题 他假扮负伤 被抢到打劫 陈有亮又施展自己 强项打抱不平 当今天下民不聊生 你们居然还欺压百姓 不觉得可耻吗 然后就开始交手 此时刘伯温已经心满意足地确定 陈有亮就是真命天子 白元喜好女色 今天又按纳不住了 直接抱住女孩 就要干坏事 他不知道 这时 陈有亮三人设下的圈套 白元跳窗而逃 陈有亮率先跟白元过起招 道长不知道那时妖精没有出手 陈有亮几个回合 不敌被打得口吐鲜血 道长这才去追赶白元 这边 发暴几空 他要找到刘伯温回出宠八 抱一见之者 你见过可以耕田的倪刃吗 这不是女娲娘娘捏出来的 而是这两人用田边的倪捏的 他们跪地向上天祈祷 天爷啊老天爷 如果您真的灵验的话 请让这些倪人帮我耕田吧 谢谢您 猪虫八 不亏是真命天子 说什么都会应验 这些倪人瞬间有小便大 拿着梨开始耕作起来 两人开心地转起了圈圈 不一会拾母帝就耕完了 小倪人汇集到路边 又便回了一滩泥 任务完成 秀英就可以不用做脱雅的婢女了 俩人越想越高兴 开始用脏手相互给对方擦脸 俩人脸越贴越近 到了关键时刻 脱雅和俩和尚不巧感到 脱雅又吃醋了 斥则他们只知道玩泥巴 谈情说爱 不甘正惊事 任务完不成你还是我的婢女 就让秀英站到她这边 这时被崇八 又给秀英拉了回去 我说大小姐 请你看清楚一点 你让我跟着石谷地 我早已经跟好了 脱雅不信 崇八说我现在就拉着你去 于是拉起脱雅的手 脱雅心里一股暖流 甜蜜感觉直冲脑门 来到田边 脱雅跟和尚都惊呆了 崇八要脱雅遵守承诺 放了秀英 脱雅倒是非常信守承诺 咬着牙同意了 俩人甜蜜地抱在一起 另一边陈友亮 被白元打得手上吐血 刘伯温赶忙亲自给他疗伤 被化身名女打扮 来找他复仇的豹子经看到 这可是难得的良机 他刚要使用法术下狠手 却忽然注意到了 他手上的疤痕 这一下把他拉到了回忆里 自己在树上 休息的时候 被闪电击中 动弹不得 命在旦夕 碰巧被一旁修炼的 刘伯温施以援手 亲自用内力为自己疗伤 才捡了一条命 从此就决定要 以身相许来报答恩人 可是没想到 恩人就在眼前 我怎么能杀他呢 刘伯温察觉 有人站在门口 就想去看个究竟 于是追了出去 却碰到白元 还在跟道长激战 只见到掌功力不够 被白元击飞 刘伯温要求白元 停止对少女作恶 否则 今天就收了他 白元不服气 冷不丁吐出红色樱桃 刘伯温防备不足被击中 受伤动弹不得 只看见一只脚 停在他身边就晕死过去 白元吐出内丹 击中猝不及防的刘伯温 慢慢丧失了意识 倒在花爆金的脚下 花爆金把他带到了 荒废的破庙里 换了身形透 变得优雅美丽许多 施法给他疗伤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豹子金开始 温柔地给他擦汗 被忽然醒来的刘伯温 抓住双手 他慌忙地起身 摸摸胸口 感觉自己的伤 已经全好了 才明白 是眼前这个美女 救了他 于是抱全感谢 豹子金感觉刘伯温 不仅是救命恩人 还英俊潇洒 是个正人君子 已经方心暗许 两人漫步在树林里 豹子金慢慢表现出爱意 一把抓住刘伯温的手 刘伯温也抵挡不住 这双放电的双眼 小鹿乱撞 我 可不可以叫你 伯温呢 当然可以 伯温 两人四目以对 空气中充满暧昧的味道 可是忽然传出救命的声音 把两人打断 两人急忙追赶出去 一处 你又在没我 白元知道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推开拖牙就跑 华柔 救我 华柏 你要小心啊 刘伯温就追不舍 追了几天几夜 白元眼看甩不开 又顾忌虫尸 吐出了大樱桃 这次被刘伯温轻松躲过 刘伯温使出法宝乾坤袋 白元身体被控制住了 紧接着 拿出紧箍咒套在白元头上 开始念咒语 不得不说 猴子都怕紧箍咒 孙悟空都抵挡不住 何况白元了 白元头痛欲裂 满地打起了鬼 刘伯温一个兰花纸停止施法 他要白元跟他一起去西天取经 不 一起辅佐天命天子 白元心服口服 这天哈马太尉 来到了黄爵寺 见到托雅 就要他收拾行李 第二天启程回家 这可把猪虫巴勒坏了 可是 托雅的心思全在猪虫巴身上 哪里舍得走 晚上托雅急得又推杯子又踢腿 他想起了和虫巴的种种过往 嘴里忍不住说出心声 我越是熊 骂你 打你 不就越是代表我喜欢你吗 爱做多情的陈友亮听见可乐坏了 原来你这样对我是喜欢我呀 爱我就直说嘛 于是 直接走到托雅面前 说你的心意我都懂了 你想怎么骂怎么骂吧 我都乐意听 托雅觉得这个人是个神经病吧 就把他推了出去 你这样对我就对了 说明你很爱我 美美的就走了 这是托雅忽然想出个办法 我有办法了 去死 在茅草屋里 这两人正在谈论的婚事 忽然 太尉女儿托雅推门闯了进去 拉着虫巴就要走 朱虫巴推开她的手 托雅说 你曾经答应我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走 是这样的 父亲要带她回家 她想跟虫巴在一起 四处流浪 还说你不带我走 就告诉我爹你非离我 虫巴心里恨啊 陈友亮看到心爱的女人 跟别人逃走 也跟了上去 哈马太尉知道 女儿和两个男人离开 抓到了彪叔和马秀英 威胁到找不到女儿 就把他们杀了 这天 他们抓到一条鱼 烤得外焦里嫩 托雅咬了一口芒说 太烫了 虫巴拿起来贴心地吹了起来 托雅吃了以后 还给虫巴喂了一口 冷不丁这一把狗粮 给陈友亮喂的饱饱的 忽然听到追兵的声音 赶忙把火堆扑灭 打扫现场 陈友亮把鱼直接扔到了河里 可鱼却飘了起来 官兵看到了 肯定会知道他们的行踪 陈友亮祈祷 如果我是真命天子 让鱼活过来吧 朱虫巴也赶紧助公道 求求你快活过来 快活过来吧 话音刚落被咬过几口的鱼 居然又游了起来 陈友亮瞬间膨胀 暗中观察的刘伯温 也感到惊奇 认可了陈友亮 托雅终于忍不住 跟虫巴表白 如果我说 我对你有意思呢 我 嗯 虫巴说我不会喜欢你的 我已经有马秀英了 而且我们 是不同世界的人 根本不会在一起 托雅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又气又脑的 捂着耳朵跑了出去 一头撞上了 正在看风景的花豹金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虫巴无里外的一剑 让他丧失百年功力 我要把你大血挖块 好好饱餐你 托雅被一个施法 直接打晕过去 虫巴为救托雅 故意引开豹子精 跑了不远被豹子精抓住 两个重击打在身上 然后一脚推下悬崖 全剧中 不 从一万米高悬崖落下 虫巴居然没有死 被一个女人发现 虫巴腿受重伤 还发起高烧 官兵追过来到处搜查 看到虫巴落在外面的脚 居然发现 两人变成了十人 为躲避追兵 他们藏在篱笆地下 居然藏出一个典故出来 以前的花生 是长在树上的 裂开的花生 落在虫巴的头上 虫巴生气地说 你们这些臭花生 没事长在我的头顶上干嘛 不就应该 长在土地里面啊 从此以后 花生就都长在地上了 哈马太尉没找到女儿 就要杀了马秀英二人 正要动手时 冲出两个女人 要谋杀哈马太尉 快走 哈马为了捉住二人 只留下两个和尚看守 两人留在此地 只能等死 马秀英想起 韩琳留给自己的保命符 只需要烧掉此符即可 于是 二人拿起了蜡烛 两个瞬间消失不见 这个妖精正吸食着男人的洋气 突然一个人推门而入 打扰了妖精的好事 谁这么讨厌 这么着急前来送死 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猪虫巴 好容易找到个地方歇息 一床被子 扑得格外舒服 虫巴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 翻身躺下去 一秒进入梦乡 妖女出现在床前 就要享受这送上门的大餐 猪蹄子缓缓伸向虫巴 忽然又响起敲门声 妖女只能又闪身消失 发现是个猪头大耳的商人 商人叨叨着 这是什么破地方 还静止往里走 虫巴忙拦住他 这是我住的地方 商人一听不乐意了 这房子在你的名下吗 屋里哪样东西是你买的 凭什么我不能睡啊 虫巴开始讲道理 我不是说你不能睡 而是我先来的 得有先来后到 商人说你小乞丐 大街才是你该睡的地方 说完就把虫巴赶了出来 没了五星宾馆待遇 虫巴说了两句狠话就走了 不一会 大门又响了 商人以为还是小乞丐 就准备开骂 可门一开 他愣住了 公子 我可以进去吗 商人忙说可以 女人直接坐在床前 伸出修长眉腿 女人魅惑的眼神 勾得男人魂不附体 女人勾勾手指 商人这才反应过来 帮忙关起了门 此处省略一万字 大家自行脑补 次日一早 一个捉妖师 看着虫巴闭着眼 以为遇害了 伸手一探还有鼻息 赶紧叫醒她 问她怎么睡在这里 虫巴说 本想睡在里面 结果被人给赶了出来 难道那个妖女 会那么好心 把你放过 妖女 虫巴说我没见过女人 只见一个恶人 就是她抢占了我地方 卓妖师按探一声不好 走到床前 一探 已经没了气息 虫巴惊叹一声 这世界太疯狂了 她如果不冲进来 那死的不就是我 心里默念阿弥陀佛 这天 潘勇和崇巴在一起 忽然看见妖女身影 急忙追上了 以罪孽深重 今天要为民除害 妖女说 她是朝廷的大祭司 是人不是妖 说完就拔剑刺向妖女 妖女翻身腾空而起 放出了几道冲击波 被潘勇一一化解 妖女知道 跟这小子 讨不到什么好处 还是赶紧溜了吧 原来 她只是支开潘勇 真正的目的却 是不会武功的猪虫巴 妖女靠吸收男人精气 修炼功法 现在把目标 对准了猪虫巴 今天好热啊 于是解开上衣 这是她勾引男人的 常规套路 重疤 却不接招 目不斜视 还为妖女扇风 妖女不信邪 我看你假正经 干净直接咬起了她胳膊 重疤一看 赶紧扭头往外跑 妖女不禁感到佩服 还没人抵得住 我诱惑了 可到嘴边的羊肉 不能不吃啊 我又不是念小倩 于是伸出猪蹄 就要偷袭 眼看妖女就要得逞 却被一剑拦了下来 此人正是攀勇 两人没有废话 直接打了起来 重疤一看潘勇来了 才知道 这女人就是妖女化身 忽然 妖女被潘勇一掌鸡飞了 潘勇自己都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神奇的小手 妖女也猛了 居然被这傻小子打伤 忙问你 是不是练了葵花宝典 见潘勇不回话 撂句狠话就跑了 潘勇不去追还在原地发呆 潘勇直接激动地哭了 原来 妖女吸收了洋气 师父都打过她 还死于她手 师父临死前 把功力传给我 才勉强能打个平手 今天居然能把她打伤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 我才能打赢了她 太好了 太好了 潘勇说的一点没错 原来 刚才乌鸦嘴 又说话了 潘勇 你一定会打赢的 你一定要赢啊 不得不服这张嘴 这天刘伯温 找到陈有亮 告诉他 你就是真命天子 陈有亮盲问 你是如何得知 发现公子身上 出现了龙神 姐 你进口一开 那半片口鱼便活了过来 道天爷 如果我真的是真命天子 就让这条鱼要活过来 你快看 真的活过来呢 你太厉害了 所以你就是天下之主 白眉道人传我五虎图 五虎聚齐之日 就是你开国登基之时 而这天书又有三本 包括天道 地道 人道 包含天下所有法术的秘籍 陈有亮好奇 打开一看 竟然未看出一个字 道长担心 刘伯温取代自己国师的地位 便要陈有亮不可 轻易相信 刘伯温的话 并密谋 一起盗取刘伯温的天书 可是 不巧被花宝惊偷听到 这天夜里 一把刀子划开了呢 道是蒙面 偷偷摸向天书 刘伯温惊醒 二人打了起来 道是不敌 天书被打落在地 道是逃走 刘伯温也追了出去 这时 陈有亮出现 刚要捡起天书 却被豹子金点住了穴道 他才是黄雀 都是修炼之人 他忍不住打开天书一看 竟也是空白 于是收在了身边 崇八本以为 打跑了妖女 可以安慰地睡大觉了 可潘勇却说 以他的性格 今晚就会回来跟咱们拼命 于是准备了大招 夜魔降临 一个女人刚进屋 就被捆成了粽子 正要降妖除魔 却被虫八认了出来 此人正是沐云 潘勇刚给他解开服录 妖女闪身出现 打伤沐云 又掐住虫八脖子 一个翻身二人 消失在夜幕中 妖精正要吸这个男人的氧气 固然 他使足力气放了一个屁 身体冲出一股绿色蘑菇云 这威力太大了 女人这口气的舒爽 直接缴械了 简直胜过黄鼠狼百倍 我说的没错吧 你吸了我的臭气 一定会把你呛死的 可不是我让你吸的哦 吸不死你就打死你 一掌打过去 被虫八低头躲开 这是一掌吸来 妖女慌忙接招 刘伯温赶到 女人没听过刘伯温名字 不躲开 连你一起杀 刘伯温就要收了妖孽 召唤出伏魔剑 向妖女攻来 妖女认出了太极伏魔剑 接了几招果然厉害 一个闪身就要跑 伏魔剑像装了定位一样 追着女妖刺过去 这时 花宝金正在一旁看热闹 正惊叹伏魔剑如此厉害 忽然伏魔剑 转向攻击起他来 变换出无数分身 花宝精疲与应付 突然 树剑合一 向他刺去 花宝金不敌被打吐血 他怕情郎刘伯温认出 自己是妖怪 正在焦急 妖女此时伸出援手 抱起豹子精施法而去 刘伯温到场 只看到一滩血迹 心想 为什么妖精 会追杀个普通人猪虫疤 回到客栈 见陈有亮躺在地方 忙施法就起 问他怎么会晕倒 陈有亮说 我见天书 掉在地上 刚想拿起来 却被人偷袭 再看看地上 已经没有天书踪印 知道天书知识的人 少之又少 怕起怀疑 陈有亮忙 把矛头指向白猿 好为自己洗脱嫌疑 可他不知道 白猿可是自己 最信赖之人 他让白猿暗中 保护猪虫疤 他终于想明白 猪虫疤是真命天子 在黄绝寺的时候 就看他相貌不凡 可没有龙形护体 也没有子卫心正 当时就否定了 可是 五虎出现在 他和陈有亮之间 二者选其 一只能是猪虫疤 妖女联系大祭司 说他那里出现了 一个奇怪的人 所以怀疑他 就是要找的人 大祭司说 暗天象那个人 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宁可错杀 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是 另一边 豹子精来找刘伯温 他得知 猪虫疤还活着剪致气得牙痒痒 可脸上还得陪着笑 刘伯温说 猪虫疤可能就是真命天子 豹子精不想让猪虫疤 夺得天子之位 表示要亲自去帮着调查 猪虫疤和五虎将的下落 心里其实却想着 亲自首认这个仇人 这只臭脚内有玄机 充满了榴莲和螺蛳粉的味道 几十年没有洗过脚 有没有七颗红痣 自己都不知道 只见他用自己的口水 在脚上揉搓 皇帝洗脚 还真有范 搓了一小时后 七颗红痣得见天日 原来 脚踩七星的人就是他 潘勇这下乐坏了 师父说 看见脚踩七星的人 就跟他走 当即加入寻亲小队 他们要去杭州 找标书和秀英 这一路走到了天黑 三个人都走得前心贴后背 肚子都叫了起来 荒娇也领得 上哪找吃得去 崇八一抬眼 立马点下了自助 今天晚上就吃烤鸟蛋 让木云找柴火 他们俩的掏鸟窝 崇八爬上树 被豹子惊艳看到 崇八身上味道太重 妖精循着味就能赶过来 他刚要使用暗器 只见妖女一个土盾出现 一掌就是他打趴下 还好被潘勇接下 正要动手 白猿出现 交锋了一阵不是对手 豹子精一看不好 直接施法 把他救走 救人的原来是刘伯温书童 是来保护他的 于是又收服个猴子 往西天行 这时候潘勇问了个关键问题 对了兄弟 你的蛋碎了没有 只见虫八往下面一掏 几个鸟唇蛋完好无损 我就请你吃 烤鸟蛋 不糟 四人一行来到了流沙河 河水非常湍急 发现一座诡异木桥 白云感觉不妙 拦住虫八 白云上桥查看一番 没发现什么异样 虫八就要带头往前走 沐云忙叫住他 我一个人不敢过河 我怕水又不会游泳 你明明得拉着我一起过河呀 潘勇看不下去来的巨女人真麻烦 单身狗 真不是白当的 朱虫八拉着沐云就往前走 忽然一个浪头过来 桥板直接断裂 虫八没反应过来 还挺着胸往前走 一脚踩空俩人拉着手掉到河里 白云和潘勇赶紧下水救人 可看不到俩人被冲到哪里去了 还好虫八有水性 拉着沐云没有沉底 俩人怕急了 沐云惊呼咱俩 不会死在这把 虫八乌鸦嘴 又说话了 这时流沙河的乌龟 听到指令立马游过来 俩人感觉脚下像踩到什么东西 往下一看 原来是枝大乌龟 你和西游记 一个剧组的吧 俩人高兴坏了 直接坐了下去 有种到了游乐场的感觉 营救二人组 一路沿下游寻找 怎么也看不到人 这时直男潘勇说话了 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淹死了 被大鱼给吃掉了 还好他不是男主角 忽然一句话全剧中了 大乌龟缓缓游到对岸 二人感谢乌龟 烤干衣服二人决定 从下游往上游走 肯定能找到他们 走了不远 沐云看见一河边躺着个人 走近一看 是大安人寒铃儿 原来他被大祭司打伤 胸口有个黑黑的掌印 沐云说我只有金疮药 治不了这种伤 猪虫八拿过药 就开始发动乌鸦嘴 这要是药 不管是不是灵丹妙药 吃的一定会好 寒铃儿吃完药 瞬间恢复健康 寒铃儿 说他要去寒银山 寻找山石之眼 有了他 就能推翻顺地 崇八一厅 也要帮着去寻找 老婆叔叔也不找了 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也愿意出力 三人随后来到寒银山脚下 一座座山高耸如云 也不知道从何找起 三人正往前走 忽然掉进了一个大坑 三人陷入大坑 发现眼前有条巨蛇 刚要溜走 被巨蛇察觉 吐出一口 氯气把三人卷到空中 三个人使劲挣扎 但动弹不得 崇八赶忙呼唤 最能打的寒铃儿 我的手被他绑住了 是不是功夫啊 不一会就晕过去了 这下没救了 沐云也晕了过去 巨蛇张开大口 就要吞过来 眼看要聚中 崇八喊了一声 巨蛇欲惊龙 直接认怂了 一溜也没影了 寒铃儿醒来 感谢朱崇八救命之恩 崇八也感觉很奇怪 我就喊了声快滚开 他就跑了 肯定是被我吓的 沐云说 肯定是你口臭熏跑的 寒铃儿发现 空中有个东西闪着金光 不自觉地就往前走 眼看就要掉到悬崖里 朱崇八看到 赶紧跑过去抱住他 他被幻想迷惑了 又救了他一命 这个地方实在是诡异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找寻半天没个影子 三人坐下来休息 崇八说 十眼 说不定就藏在石头里 说着 拿起石块扔向旁边的巨石 奇怪的是发生了 石头扔出去 都没了踪距 像是直接被吃掉了 于是他过去摸了摸 石头居然是热的 寒铃儿使出降龙十八掌 石头瞬间炸开 一道金光射出 十眼出现 终于找到了他 两人感情更加深厚 两个妖女正在寻找崇八 没想到他们自己送上门了 妖女先行动手 沐云赶紧接招 崇八只能躲来躲去 在场外加油 这时候 豹子金瞅准机会 来到崇八身后 就要下狠手 白云忽然出现 豹子金只能收手 假意和妖女打起来 妖女赶紧逃跑 其他人要追 被他赶紧拦下 救人要紧 白云感觉有蹊跷 这么多人 怎么能就把他放走了 崇八正在用稻草铺床 豹子金摸到他身后 就要动手 沐云被路过的老鼠 吓到尖叫一声 豹子金一哆嗦 把天书掉了出来 崇八 捡起来看了看 这本书 怎么没有字 不能啊 只要是书 一定都有字的 这十书里的字浮现出来 豹子金拿过书一看心中一喜 这时 白云闯了进来 他急忙揣好天书 说要蹲坑就跑出去了 白云忙问 怎么回事 沐云说他掉了本无字书 崇八一句话 字就出现了 白云一听 感觉不妙 天书密码已被破解 得赶紧要回来 就追了出去 追上后 让他交出天书 妖女也瞬间出现 二人对白云出手 战狂激烈 崇八一行人赶到 妖女与潘勇打了起来 潘勇不敌 一套连环大招下去 潘勇竟然直接领了盒饭 妖女联手对白玉攻来 白云不敌 关键时刻使出大招 便伸巨猿 使出一串连环冲击炮 随后猛击地面 两个妖女直接被震飞 一看不是对手赶紧跑路 他们没想到 白云已用尽全身力气 瘫倒不起 白云让崇八赶紧转移 妖女再杀回来 咱们就完蛋了 刘伯温天眼一开 金龙横空出世 可突然一条青龙 也从星空钻出 他忽然醒悟 曾见过陈友亮被四爪 青龙围绕 看来五爪金龙另有其人 两条龙在空中开始缠斗 可最终被更威武雄壮的金龙打败 青龙只好仓狂而逃 陈友亮只能称雄一方 而不能一组天下 那么 真正的真命天子 只能是诸重八 他本就觉得 陈友亮心术不正 这一下可印证了他的想法 他的使命 是辅佐真命天子 所以 留下一张字条 第二天 陈友亮来找刘伯温 见桌面留下来的字条 我夜观天象 得知你必成一方霸主 但是并非真命天子 却你多行善事少作恶 远离小人 否则悔之完影 白云千里传音 寻得刘伯温 告诉他朱重八 应该是真命天子 他正要前往豪州 于是刘伯温 立即去寻找朱重八 皇帝又开始整日做噩梦嘛 一个双掌 托起日月的少年 占了他的皇位 所以才下令 杀光朱姓男子 可现在 他居然还没有死 大祭司就献一条妙计 在全国城门外 竖起一石鼓 谁如果敲响了 就是真命天子 到时候 把他抓住咔嚓了行了 皇帝批准立马执行 这天朱重八 来到定远县城外 见人人排队敲石鼓 就问官兵 为何都敲石鼓 官兵也不掩饰 因为要抓能 敲响石鼓的妖人 朱重八 忽然好奇心作祟 赶紧排队要敲石鼓 朱重八不怕 他觉得自己 反正不是妖人无所谓 该轮到重八了 他拿起鼓锤 吹吹手心 正准备发力 却被官兵给拦下来了 就你这德性 天生一叫花子 还真命天子呢 赶紧进去吧 重八还不想走 沐云连拉带拽 把他弄走 重八推了把沐云 玩起了躲猫猫 沐云找他不得 重八因为剧情需要 又跑回去要敲鼓 刘伯温一眼看到了重八 可是离得太远拦 也拦不住了 只见重八拿起鼓锤 奋力一敲 声音如炸雷 一般响亮 瞬间地动山摇 大地裂开 群众演员各个摔倒 连皇宫也摇晃起来 重八这下心满意足了 居然让我给敲响了 真有意思 沐云都猛了 连忙拉着他就跑 官兵屁股后边使劲追 重八七拐八拐 躲开追兵 但是想出城就有点费劲了 大祭司掐指 又一算 那人头戴皇冠 手拿玉玺 还有千军万马在旁 朱重八 害怕被官兵再认出来 看见地上一块东西 心里有了技术 小伙子奋力敲向石谷 瞬间地动山摇 行人东倒西歪 皇宫也快塌了 敲向石谷者得天下 于是 城里马上张贴通机画像 只见他头戴皇冠 手拿玉玺 身边是千军万马 朱重八将荷叶盖到头上 手里拿块烂豆腐 臭得招来大片苍蝇 嘴歪眼野斜 刘伯温看到这造型震惊了 荷叶变成皇冠 烂豆腐变身玉玺 苍蝇变成千军万马 不得不佩服他的想象力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忽然 烂豆腐 掉地上 重八去捡 一起伸直接 和官兵对上脸 重八立马装嘴歪眼斜 官兵扭过他的脸子细看 这下装不下去了 就是你 抓起来 刘伯温本想动手 可是 又怕寡不敌众被一锅端 朱重八挡在前面 掩护木云逃跑 托雅 想起重八 忍不住掉眼泪 丫鬟说抓住了妖人 一描述 那不就是重八吗 马不停蹄赶到牢房 一见面就抱住了 死鬼你跑哪去了 弄得重八手足无措 重八让托雅求情 把他放了 托雅 扭头就去找爹求情 他又不是邀人抓他干什么 太尉说一件 他就知道他非凡人 还敲响尸骨 放了他皇帝得要了我的命 连女儿也给他关了起来 重八正做着美梦 一会就能被放出去 忽然听到太尉来了 真是心想事成 哈马太尉老脸一沉 以后别说认识我 还有救我女儿的事 过两天就送你件阎王 一个长得像黎明的人 给他来送饭了 他说要教他土盾树 让他自己逃出去 一定要把口诀背熟 不然永远在土里陪土地爷了 朱重八正被口诀 妖女闯进牢里 没聊两句就要动手杀人 重八施展土盾树 瞬间消失 另一边沐云 为了救重八也是拼了 混进太尉府 就劫持太尉女儿 重八已经跑了 他去来送了人头 托雅一听 试来救重八就很惊喜 刀离的再近点 太尉感到还是不肯放 托雅直接用剑划个口子 鲜血直流 太尉同意放人 这时有人来报 朱重八已经跑了 沐云瞬间猛了 剑放了下来 被人五花大膀 跪逃避追兵 他瞬意到女人卧床 女主人回来 他悄悄看过去 居然看到托雅正在洗澡 赶紧扭过头去 我怎么能偷看呢 可是就看一眼也没关系 哎 还是不太好 纠结了半天 就闭上了眼 可是 心脏快跳出来了 对这丫头 竟然还有这种感觉 果然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有官兵来敲门 托雅赶紧躲到床上 刚上床 就发现了猪重八 托雅正要尖叫 重八赶紧捂住他的嘴 官兵询问完就走了 还留下两个把手门口 这一下 重八想走也走不了 招呼丫鬟离开 重八赶紧下了床 托雅跟秦郎在一起 心里美滋滋 重八要去救母云 托雅拦着不让去 怎料重八 情急一下扯下玉京 哎 我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故意的 我把你裹上 来回拉扯几次 就卷到了一起 四目相对 感觉真奇妙 重八说我不是故意偷看 我是躲避官兵逃到这里的 托雅说 该看的 不该看的你都看了 你得对我负责 重八 这下被赖住了 与此同时 自己的老婆 也在被高副帅 韩灵儿追求 秀英心系朱重八 扭头就走 师父劝解他专心修炼 天下美女多了 何必担恋他 韩灵儿听不下去 今生只爱马 秀英一人 刘伯温追到了 一心杀害 朱重八的奇奇格 谁动我主攻救得死 直接召唤伏魔剑 对付妖女 妖女被合体剑锁伤 眼看杀招已出 大祭司忽然出现 打飞伏魔剑 救了徒儿一命 两人释放武器 幽灵法杖 与伏魔剑 碰撞出火花 一阵激烈交锋 刘伯温内力不敌被弹飞 看见大祭司要杀掉刘伯温 豹子精一脚解围 二人一起出手 打成了平手 刘伯温二人随即逃走 虽然救了自己 可对豹子精并没有好脸色 因为他盗取天书 还要杀主公 于是请求豹子精放过朱重八 只差一步就能练就顶级功法 却被废 还险些丢了性命 这种仇恨永不能忘 看在我们感情的面子上放了他吧 豹子精仍然拒绝 刘伯温忍无可忍警告他 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主公 伯温 不要再说了 看你今天救我 我不收拾你 下次遇到你要归还天说 互为敌人 豹子精心痛和刘伯温决裂 把所有怨恨都集中在朱重八身上 你绝对不让他帮什么证明天死 我杀了朱重八 丫鬟又来敲门 朱重八无奈又钻到拖雅床上 这个男人催动咒语 居然召唤出了食人 食人一开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如今 食人已经将士 犹如地狱的恶鬼 左拳一个 右拳一个 杀人如捏死小蚂蚁 他居然还会吐火 一排援兵瞬间被烤得外焦里嫩 援兵瞬间团变 韩灵儿让他收工 他马上钻入地下 如果能指挥食人 定能横扫千军 没错 陈有亮感叹 本想动手取代之 可现在我们几人都不是他对手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却度过了无聊的一晚 托雅失望地看着重八 说重八真是不解风情 朱重八为了躲丫鬟又钻到托雅被子里 丫鬟走了 重八赶紧分身起床 托雅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要重八娶她 重八说我只能娶马秀英 可是你已经看过我身体了 又和我共处一世待了一晚 还躺过一张床 你要不娶我 我可怎么做人啊 你不说我不说 没人会知道的 托雅生气了 只要你娶我 我就答应你娶马秀英做小器 托雅地说的重八真有几分心动 好菜上捉虫八吃得像饿死鬼转世 哈马太尉正好来看托雅 要是被发现的画面就没了 乌鸦嘴启动 要是你爹现在能摔倒 腿疼不能进来就好了 只见哈马太尉一进门就被绊倒了 腿也动不了了 让手下人又给缠了回去 托雅来照顾父亲 给父亲亲手熬了药 趁父亲熟睡 从枕头里拿出通关令牌去救人 他把两个门卫打晕 把受惊酷刑的沐云从牢里提出来 还换好园兵衣服 搀扶着顺理出城 陈有亮一个人喝着闷酒 自己寄人篱下没有视力 寒铃又召唤出识人 拿他没办法 酒过五旬 又开始思念托雅 韶华来劝酒 他直接把韶华当成了托雅 把对托雅的感情都倾诉给韶华 韶华开始还不好意思 可陈有亮本就是他所爱之人 也就放弃抗抗 此处省略一万字 陈有亮醒后 发现不是托雅很郁闷 韶华哭了 穿上衣服不能不认账 韶华掌管一得会 不如将错就错诫他势力登基 到时候再娶托雅不迟 于是说道 韶华 你愿不愿意帮助我 一起去的这个江山 嗯 我愿意 哈玛太尉醒来 发现令牌不见 急忙带人去追 沐云受重伤走不快 半路被哈玛太尉带住 托雅护着朱崇巴 被一巴掌揍老远 又要动刀杀他 托雅又挡在身前 被哈玛一脚踢开 举刀便砍 关键时刻 刘伯温及时出现 让崇巴先走 刘伯温实在太厉害 杀起援兵如看瓜切菜 一顿灵犀一指 忽然定住哈玛太尉 让他奉劝袁顺地 乖乖退位 还让哈玛太尉辞关回家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沐云发起高烧 正要找地方休息 忽然冲出一帮土匪 看到托雅长得漂亮 就要截个色 把他抓回去当鸭寨夫人 顺便杀了朱崇巴两 这个人一下跪 立马地动山摇 二百斤的胖子 都被震得滚到地上 原来他们被土匪 劫持到山上 劫持他的不是一般人 名叫胡大海 大厅里所有人行跪拜礼 可偏偏崇巴和托雅没拜 问崇巴为何不拜 崇巴笑他是猴 土匪们正要揍他 崇巴说我是地牛 一拜就会地震的 怕你承受不了 胡大海笑了 你不是地牛 你是吹牛 脱雅也赶紧帮枪 他可没吹牛 他厉害着呢 多能敲响石骨 是他敲响了定远线的石骨 能敲响石骨 那不是真病天子吗 他仔细看着眼前这穷小子 琢磨半天 最后还是不相信 你要是做到了 你做大王 我给你寻山 崇巴笑了 你的兄弟可都听到了 你可别不赖账 托雅担心地问他 那么胖能摔下来吗 崇巴说你就好好看 只见他往地上一跪 马上地动山摇 胡大海拼命抓住椅子把手 也不管用 直接一个狗啃屎扑倒在地 胡大海立马翻脸 抬手就要动粗 你的手会扭伤的 立马手向内翻 直接骨折 胡大海疼地转起圈 那脚也会扭伤的 你马腿也折了 胡大海气急了开骂 乌鸦嘴又来了 你的嘴马上会歪的 这一下乐子大了 嘴歪眼斜 话都说不清了 这一下子他明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帝嘴 胡大海彻底佩服了 你的手脚也马上就会好的 崇巴一句话 又让他恢复正常 胡大海马上磕头认错 你这不是乌鸦嘴 你这是皇帝嘴 况且能敲响石骨的 只有真命天子 我们上山为王 就是为了以后 能遇到此人以后 能辅佐他 现在可算遇到了 于是开始珊瑚主公万岁 崇巴又收了一员猛将 刘伯温顺着痕迹 找到了这座山寨 被胡大海一帮人围住了 一打听 他认识出崇巴 以为要抓崇巴走 就动起了手 刘伯温一顿法术机关枪 轻松收服了众人 胡大海被打到地上 还大喊主公快跑 崇巴过来一看 我们都是自家人 大水冲了龙王庙 刘伯温施法放了他们 他解释道 我是来追随真命天子的 这真命天子 就是你 朱崇巴 不想打打杀杀 建功立业 就不承认是自己 刘伯温说 你脚踩七星 命贵不可言 还胸怀赤子之心 这时他身上忽然发出金光 五虎徒有了反应 五虎骑出天子线 奇妙的是发生了 五虎骑出天子线 又一只老虎 露出真面目 就是眼前的胡大海 五虎已现其二 刘伯温见他武功平平 就送他一本辟邪剑法 让他勤加修炼 同时也示范了 失传已久的 独孤九剑给崇巴 只见浮摩剑上下翻飞 飘忽不定 快如闪遍 十分潇洒利落 朱崇巴也是练武奇才 只看了一遍 静野耍得有模有样 刘伯温甚是满意 剑法你是会的 还缺一把好剑 才能发挥出威力 就把伏摩剑送给他 朱崇八十分喜欢 可他不多人所爱 不肯收留 刘伯温看他光明磊落 十分欣赏 胡大海看成八剑法链得好 就要跟他比划 可是 只有一根破树枝没办法 胡大海一琢磨 兄弟 我能帮你找找一把好剑 原来 驸马府 有一把削铁如泥的纯军宝剑 敌人的宝剑 为什么不拿来用用 胡大海就拉着猪虫疤 混进了驸马府 他的叔叔 是这里的餐饮部经理 胡大海 谎称 想来这里找点事做的 刘伯温召唤出白猿 让他找出豹子精的位置 白猿鼻子特别灵 一下嗅到位置 两个妖女 正在修炼天书的功法 刘伯温出现 让花蓉交出天书 白云上前就抢 却被齐齐格抢先一步 天书不能给你们 白云紧跟出去 四目相对 刘伯温非常失望 为了对付猪虫疤尼 居然和妖女混在一起 原来你我之间 你一直在演习 花蓉感到非常心痛 他对刘伯温一直都是真心 却这样误解 此刻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 刘伯温不反对 他练天书 可为什么还要跟妖女一起练 花蓉解释道 我只是要杀了猪虫疤 如果你要害天子的话 我第一个就冲击你 花蓉心痛难荡 你不念我救你之亲 也没有关系 可是我对你一片情深 念我动于衷吗 刘伯温也心软了 今天你把天书给我 以后放过主公 我就饶恕你 我管不到 这个女人真是太轴了 话已至此没有商量的余地 刘伯温只能拔剑指向花蓉 她不允许别人 对自己主公不利 花蓉闭上眼 死在自己爱人手里 也是种幸福 刘伯温也爱花蓉 她下不了手 忽然传来妖女的求救声 妖女被白云打伤 花蓉马上出手相救 她拿起天书 直接丢给了刘伯温 妖女舍不得 又上去抢天书 和白云打了起来 花蓉看起奇格处于劣势 暗中一掌打伤白云 刘伯温见她不讲武德 连忙使出抚摸剑 二人抵挡不住 眼看杀招已到 奇奇格上前 为花蓉挡住致命一招 花蓉把她带走 治好了奇奇格 花蓉已经决定 要逆天改命 帮助陈有亮登上天子之位 刘伯温回到山寨 却发现重疤不在 得知二人到驸马府偷剑去了 于是掐指一算 大喊不好 主公有牢狱之灾 树枝树枝 你可千万不能被她砍断 要不然我就惨了 真命天子打架确实霸道 用一根小树枝 跟削铁如泥的神剑 砍得不落下风 两人怎么会在这里动手 原来 二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来驸马府偷宝剑了 正赶上 他在书房睡觉 伸手去拿宝剑 长玉春一下惊醒 你们竟敢偷我的宝剑 好久不见 长玉春身手了得 一个翻身追上了他们 跟胡大海动起了手 可没接几招就被一脚踢飞 猪虫八没有武器 情急之下 捡起旁边一根树枝 就要和长玉春比 开过光的树枝 居然坚硬无比 怎么都砍不断 长玉春当时就猛了 两人打得啪啪地冒着火星 趁他愣神功夫 胡大海抓住虫八就跑了 可没跑多远 又被援兵围住了 正准备束手就擒的时候 老天帮忙 忽然刮起十五级大风 愣是把火把吹灭了 吹得人也睁不开眼睛 猪虫八赶紧溜之大吉 长玉春捡起猪虫八 刚才用过的树枝 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的宝剑 削铁如泥 却砍不断它 看死没什么特别之处 只见 他轻轻一掰 树枝断成两截 打崩萃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两人贼心不死 智商下线 又摸进藏宝贝的书房 援兵早有准备 设置了天罗地网 两人顺利被擒 关进驸马府大牢里 长玉春以前是个猎户 能做成驸马 跟他的一次遭遇有关 这天他正在射杀山击 救命啊 救命 公主被白莲教徒劫持 马上要对他下毒手 长玉春挺身而出救下公主 他功夫了得 打得敌人满地找牙 最后这一招白鹤亮赤 简直帅到爆 公主被这英雄气概所征服 回京后 就直接招长玉春当了驸马 两人感情像蜜一样甜 可是母亲 因为对方元朝人的身份 就总不给公主好脸色 公主只能用眼泪倾诉者痛苦 长玉春也不知道 婆媳关系该如何处理是好 这天 铁木青来邀功了 是他设计抓住了猪虫疤 那天与你交手的是这个人 敲响定远线石骨的也是这个人 长玉春想起猪虫疤 用木棍与宝剑交战的情景 认准了他就是妖人 你马上去准备求车 明日午时 将此二人压界不惊 我现在立刻修出 禀告皇上 猪虫疤 这位凶多吉少 五虎骑出天子线 只见途中又出现一员猛将 这不是我家驸马爷吗 此刻主公猪虫疤疤 正被驸马爷关在大牢里 凶多吉少 白云就要去救人 胡大厨忙说不行 驸马武艺高强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主不信他有多厉害 让我先去混给他 确认好身份 两人开始动手 长玉春功夫了得 跟修炼千年的白云 居然不分胜负 可当他掏出纯军宝剑 白云就招架不住了 纯军宝剑 专门对付妖怪的 白云瞬间受伤倒地 刘伯温不想伤了这猿虎将 带着白云离开 刘伯温得知 长玉春母亲是害人 对这门亲是很不满意 不想让长玉春 成为朝廷的鹰犬 于是刘伯温新生遗迹 他就乔装打扮成江湖术士 见到了长玉春的母亲 开门见山地说出他的意图 打扮成这样 到你府上来 是为了寻找真命天子 天子现在 被关在府上的大堡里 而且 我发现 你的儿子长玉春 正是辅佐天子 开国的几个五虎将之一 见他还是有些怀疑 于是刘伯温掏出了五虎图 只听得一声哭笑 屋中第三只老虎 变成自己儿子的模样 秘书的真命天子 他是谁呀 朱虫丛吧 长母赶忙赶往大牢救人 往外走时 被铁木青抓住 本就瞧不起驸马的铁木青 居然拿刀要对长母动手 被长玉春拦下 长母让他放过猪虫疤 长玉春拒绝 这是我的恩师 您不要管 回方去歇息吧 连为娘的话 你都不听了吗 长母背弃地晕了过去 等长母醒来后 直接扇了长玉春一巴掌 长玉春赶紧下跪 询问自己犯了什么错 母亲说你不忠不孝 枉费为娘生里养你 既然是前朝人 却帮着当朝人打前朝人 这是不忠 你不报杀父之仇 你这是不休啊 不忠他还能理解 自己娶了元朝公主 无效就不清楚了 只知道父亲死于打劫坠落悬崖 何来杀父之仇 长母讲出实情 你爹是前朝的官员 为了推翻顺帝 组织了一帮有识之士 结果东窗事发 你爹被抓起来 为顺帝所杀 长家多数被满门抄斩 为保你安全 一直没有告诉你 而你却认贼做凶 娘心如刀脚 现在你不能再铸成大错了 这时刘伯文赶到 告诉他 朱崇八就是真命天子 而你是辅佐他的五虎将 长玉春不太相信 刘伯文拿出五虎图 放在桌上 长玉春惊奇地发现 其中一只虎头 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不是我 这有图有真相 长玉春不能不幸了 你是想为了你的前程 继续为虎作差 还是为了要报复仇 辅佐真命天子 全在你的 隐隐之间 是谁害死了我爹 朱 爹 知道真相的长玉春大吃一惊 刘伯文拿出五虎图 告知他是辅佐真命天子天下的五虎之一 长玉春最终做出痛苦选择 抛弃荣华富贵 和绝美的七儿 和朱崇八一起打天下 在一旁偷听的铁木青知道真相后 先一步来到大牢 给崇八和胡大海送饭 胡大海见由酒馋的马上开喝 拿起鸡腿就吃的时候 开始口吐白沫 中毒倒地不起 看崇八没有吃喝 就拿着刀要杀人 被及时出现的白云接住 知道不是对手 慌忙跑路 刘伯文和长玉春赶到 刘伯文帮他检查病情 看他胃伤及内脏还有救 给他吃下一颗解毒药丸 另一边铁木青可惨了 被白云追上就是一顿胖揍 最后被活活踩死 从此长玉春正式归顺了朱崇八 长母怕儿子念及妻儿 不能尽心肖命主公 逼他杀死公主 长玉春连忙为发妻求情 公主对我轻身肆 对娘极其孝顺 娘 春儿 如果你不能杀了公主 将来 又怎么能够杀了她的哥哥 没想到 母亲竟然跪下相逼 长玉春心如刀割 狠心砍下了公主的头饰 脑子里浮现起两人一起的甜蜜过往 一把抱住了她 长玉春实在下不了手 你说我们这辈子要做夫妻 下辈子 下辈子也要永远在一起 你要杀就杀我 不愁你放了我皇兄 我家 我家天下百姓 有我弟 让她赶紧逃命 公主理解丈夫的难处 不想她左右为难 竟然走向了夫君的宝剑 长玉春抱住心爱的妻子 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气血攻心昏死过去 长母感到 见公主 为了儿子竟然能自杀 内心接受了这个贤惠的媳妇 觉得对她有愧 决定在酒泉下跟她处好婆媳关系 拿出一把刀 看了儿子最后一眼 便狠狠刺向自己 临死告诉长玉春 要好好辅佐天子 长玉春把纯君宝剑 送给朱重八 朱重八不愿夺人所爱 长玉春说 这把剑杀害了我的妻子 我不愿再用啊 朱重八只好收下 从此又收下一员猛将 只要能坐上 这白莲教教主的位置 我陈有亮 离扫平天想当无敌的日子 就能忍了 大胆 哪里来的臭小子 来亵渎教主的宝座 还不快给我滚下来 基于教主之位的陈有亮 正好碰到刚回教里的圣童寒铃 二人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陈有亮武功高强 可是寒铃儿却更胜一筹 几个回合 被寒铃儿寸拳击中胸口 眼看杀招已到 师父续玄道长 赶忙出手相救 一顿太极推手 又把寒铃儿打倒在地 此时六只飞镖射出 互独子的红烟动起手来 两人打个平手 仔细一看是同门是兄妹 是兄 是妹 怒气顿消 二人刚想拉家长 寒铃儿开始告状 竟然敢亵渎教主的宝座 陈有亮白眼一番 并不在意 这位是 他是教主的儿子 圣童寒铃儿 一说 是圣童二人怕了 敢亵渎教主宝座 这时死罪 让他磕头认罪 陈有亮不从 两位恩师连忙说情 对不起 请圣童原谅 毕竟寄人篱下 不能不低头 但陈有亮狼子野心 已经被寒铃儿识破 二人梁子酸结下了 幼护法已经和陈有亮师傅勾结 现在幼护法 在教理 大致有一半的人 都是他的心腹 要是你能够更快地 取得条华的信力的话 你手中的兵权 他可就 远远地 高于寒铃儿了 韶华喜欢陈有亮 又和他生米煮成熟饭 他手下易德慧也服从了陈有亮 正准备除掉韩灵儿师徒时 却发现韩灵儿学会了召唤识人 如果韩灵儿一有识人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夺权之势只能暂时搁浅 白连教起义后 站了尹州 遭到长玉春部队的进攻 需要有个高手才能应付 陈有亮想借刀杀人 他好渔翁得利 于是来了一波捧杀 韩灵儿一眼识破他的阴谋 便让陈有亮碰强悍的长玉春 陈有亮想推脱可遭到拒绝 硬着头皮接受成命 临行前调划担心陈有亮的安全 陈有亮让他们放心 他没有立下军令状 不一定非要 以卵基石的事 他不干 当下最重要的是保全自己的石榴 我宁可失去眼中 也要确保全军性能 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力 师父非常赞赏 后黑学 你跟我学的倒是很到位 长玉春 此时还在为元朝效力 两军相遇 长玉春和陈有亮 都是一刀一个小朋友 长玉春直接攻过来 边交手还都阵阵有词 功夫不错 可惜是反贼 身为害者 却为了狗皇帝卖力 竟是猪狗不如 两人功夫半斤八两 相互伤害后 陈有亮号令全境撤退 丢了城池 韩灵儿恼羞成目 绑了陈有亮 就要开刀问斩 把陈有亮拖出去 等等 求求你开恩 饶了陈有亮吧 这时 马秀英忙来说情 红艳反对说这样难以服众 如果都贪生怕死 这队伍可不好带了 韩灵儿心爱马秀英 爱于他的求情 免他一死 可死罪 可免活罪难逃 韩灵儿就让陈有亮到太尉府 取到哈马太尉的千年合手屋 算是给你的将功补过的机会 如果能取得那当然最好 如果失败 正好用哈马太尉的手 替自己除了隐患 可没想到 陈有亮是个更心狠手辣的角色 他会有什么手段 对付韩灵儿呢 白连教教主就这样被杀死 这还要说到几天以前 韩灵儿为了惩罚陈有亮守成不利 让他去哈马太尉那里 偷千年合手屋 陈有亮二人一计划来到太尉府 可他们不是来抢千年合手屋的 而是来合作的 他想用千年合手屋 做诱饵 取得信任 在四季引出教主杀制 白连教士援军心腹大患 哈马太尉当即表示同意 结果千年合手屋 韩灵儿大喜 陈有亮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虽然你有些桀骜不逊 但也确实是个将才 我封你为一方堂的堂主 谢圣童赐封 经过几天的条理 千年合手屋治好了 教主韩山童的病 教主被陈有亮信任有家 这天 韩山童和照顾他的马秀英 正在花园里散步 忽然由手下说 有一封信送给马秀英 马秀英看到来信 也不管照顾教主了 急忙去找秦王朱虫八见面 韩山童开始还替马秀英高兴 可忽然感觉不对劲 那个人为什么会直接进来 他怎么会知道 秦英在这里 韩山童担心马秀英安危 一个人就这么追了出去 这正中了陈有亮师徒二人的圈套 马秀英和韩山童 一前一后来到信中约定的地址 没有等到朱虫八 却被原兵重重包围 韩山童一把推开马秀英 让他赶紧回去请救兵 身体恢复的韩山童 无愧是教主 原兵再多也制服不了他 这时 陈有亮师父使了个眼色 假装帮忙对付原兵 却悄悄摸到了韩山童的身后 从背后给了他致命一刀 韩山童怎么也没想到 二人会背叛他 看他还想挣扎 背后又是一掌 陈有亮也来帮忙 绝望的韩山童用最后一口气 抓住了陈有亮的香脑 马秀英带着众人赶到 看到韩山童的尸体 连头颅也被原兵割了领赏了 红艳责怪马秀英 因为他才中了敌人的圈套 为了平复教徒的惩恨 他要求韩离儿亲手杀了马秀英 迫于无奈 韩离儿一咬牙一闭眼 这掌还是没舍得打在他身上 欣喜的韩离儿发现在父亲手里 攥着一个香囊 感觉非常眼熟 忽然想起了今天早上 陈有亮还将他挂在腰间 父亲的手里怎么会有他的香囊 难道凶手是陈有亮 韩离儿拿出香囊质问陈有亮是怎么回事 陈有亮一时无言以对 难以置信的红艳开始质问师兄 须弦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开始策反红艳 我知道有亮他才是金龙转世的真命天子 而韩离儿只不过是假冒迷了转世 他注定成不了大使 你应该拥护真命天子和我一起 拥护有亮而废掉韩离儿 红艳从小教韩离儿武艺 怎么可能背叛 看清了须玄道长的真面目 当场就动起手来 就这样 双方开始动起手 陈有亮每逢大战必先溜 叫着媳妇叫跑 韩离儿立马追过去 召唤出大杀器独眼识人 就要提赴报仇 时间关系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支持一下 此人手指一顿笔画 识人闪亮登场 为报杀父之仇 韩离儿操控识人 打得狗男女 屁滚妙流 眼看药领盒饭 花蓉和齐齐格出现 虚弦看爱徒吃亏 一掌鸡飞红艳 三人合力对付识人 韩离儿忽然化悲愤为力量 提起一口真气 将三人击倒 花蓉一看要一锅端 连忙带着人溜浪 花蓉表示 要辅佐陈有亮登上天子之位 条件是必须杀死诸虫八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陈有亮直接给整猛了 打小师傅就说 我是真命天子 现在怎么就不是 那么回事了呢 赶忙向师傅求证 师傅说 都怪你奶奶 给你扎了耳洞 金龙变成了青龙 金龙星象从天上消失 为师以为他死了 可惜并没有 他就是朱虫八 陈有亮于是下定决心 要杀了朱虫八 汉铃无奈地登上教主之位 为了避免再有人背叛教主 他给每个人偷偷下了十星草的毒药 这种毒药必须每个月从寒灵那儿拿解药 才能缓解毒性 否则就会毒发身亡 刘福通为了讨寒灵欢心拿回解药 故意花言巧语 骗他说 马秀英其实对他有情有义 还打算嫁给他 寒灵大喜过望 答应和秀英的婚事 另一边 刘福通给李彪下了毒 逼着马秀英必须嫁给寒灵 才给标书解药 善良的马秀英 只求婚后放了标书 于是婚礼就要准备进行了 马皇后要被别人抢先了 哈马太尉这边可开心坏了 抱着寒山童的人头前来领赏 还趁机给陈有亮美言了几句 说他告密有功 想要封赏陈有亮一官半职 萨满国师坚持不肯同意 这陈有亮 天生就是青龙星 天生反骨 就连收留他的白连教 他都能背叛 那他更不会忠于朝廷 此人留不得呀 哈马坏主意来了 寒灵要杀陈有亮报复仇 陈有亮要对付朱虫八 不如趁他们自相残杀 势力减弱的时候 咱们再一举拿下 顺帝觉得计策不错 利用陈有亮搞事 还剩了不少力气 把皇后结婚了 可新郎不是朱虫八 他哭得很心痛 自己承受不了寒灵对自己的爱 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 在洞房里 他一个人抹着眼泪 想起跟朱虫八一起的幸福时光 朱虫八骗自己吹眼睛 沾自己的便宜 海峰他做皇后 亲自给他戴上皇冠 造物弄人 生是朱家的人 死是朱家的鬼 身体只能留给最爱的人 于是提起刀 要往身上刺 这时传来侍卫的通报声 他掀起了红盖头 看到秀英手里的匕首 你想干什么 你想自聚 他一下子破防了 哭诉自己并不想结婚 跟寒灵绝非男女之情 一生只爱朱虫八一人 红燕盲问他 为何又答应 嫁给寒灵 马秀英终于说出真相 是诱护法 给镖叔下毒 不嫁给他镖叔 只能死 红燕为他的善良所感动 于是将解药给了马秀英 放了他们二人 看到房中之人 不是媳妇马秀英 而是自己师父 质问红燕 是不是你给抓起来了 红燕告诉寒灵真相 秀英的心中并没有他 只是为了救镖叔 才在刘福通的逼迫之下 嫁给他 寒灵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痛苦万分 红燕劝告寒灵振作起来 为父报仇 才是眼下最重要的 父亲的人头 还在敌人的手里 没办法下葬 马秀英和彪叔走投无路 只能投奔父亲的 志友郭子兴 可门卫看他们俩 破衣烂衫 就给一脚轰了出去 彪叔的病越来越重 没有钱买药 就得领盒饭 马秀英 无奈 只能路边卖身买药 只要有人能给彪叔看病 自己可以做一年仆人 正巧被郭子兴母女俩碰见 看他可怜 就带他回府上 做了个丫鬟 脱雅这边可惨了 他被卖到怡红院 老宝太财迷 没有聊几句话 就让他开始接客 单纯的脱雅不知道 怡红院是干嘛的 老宝告诉他 就是男人来了 跟他做羞羞的事 脱雅 吓坏了 想马上离开这 被老宝扇了一把掌 没想到 脱雅反击如此犀利 后来这一拳可厉害了 直接揍出熊猫眼 老板改变策略 三天不给他吃饭 这可把托雅饿坏了 想死又舍不得 以后见不到猪虫疤了 只能暂且妥协了 一碗面条 成了这辈子吃的最香的饭 可马上迎接他的 却是一场出夜拳的拍卖 来 请拍 托雅在一红院的手秀开始了 男人们被托雅的美貌震惊了 天下还有如此美女 等反应过来 客人都蜂拥而至 围拢过来 张牙舞爪 恨不得要吃人 老宝看气氛差不多了 宣布竞价开始 张公一子一两 王公子二两 老宝颇感失望 你们才出那么点钱 这等美女 可是出了大价钱的 王公子表示 边荒马乱的钱男正 我最多给五两 五两可也不少了 老宝挺满意 忽然钱老爷高喊 二十两 老宝乐坏了 真佩服他 人越老还越色 就这样拖雅的出夜拳 卖给了这个老人 韩林尔因为心爱之人逃婚 悲痛欲绝 师父劝他先找回父亲人头下葬要紧 于是韩林化悲痛为力量 这天在小树林把哈马太尉堵上了 你爹的头颅 我已经献给皇上 皇上开恩 将你爹的头颅泡到药酒里面 供人沾 得知父亲人头已经在顺地手里 他痛下杀手 哈玛哪里是他对手 眼看就要娶他狗头 大祭司出手相救 他武功高强 几下打趴下寒铃 他释放出大杀器毒眼石人 一个喷火直接把援兵火化了 大祭司纳闷了 这是个啥玩意 这么厉害 于是出手领教一下 只见石人一个喷火 又把大祭司打趴下 寒铃决定给他最后一击 一个黑衣人不讲武德搞偷袭 击中寒铃 他瞬间又连发竖标 石人挡住了其中99把 可漏了一把 眼看形势不妙 寒铃让石人扛起自己就跑了 红燕心疼徒弟 认为还是功力不够 没有修炼到心意合一的境界 为了提升实力 让寒铃8月15在太行山 寻找一只千年灵芝 功力会提升数倍 另一边 朱崇八决定带领胡大海这边兄弟们正式起义 可顶着个臭头实在影响形象 刘伯温说 只有千年灵芝可以治好他的臭头 于是 他们三人也赶跟大别山 陈友亮已经带领易德会的兄弟 在齐州起义 华荣说 你想除掉猪虫疤 还得提升实力 你得去趟太行山 取得五色灵芝 功力提升数倍 多方势力齐聚太行山 必将引起一波血战 这个小童是千年灵芝所化 他正在吸食日月精华 他是大补之品 吃了他可以提升功力 解除百毒 所以 吸引来多方势力争夺 朱崇八等人寻找多日没有结果 刘伯温催动法术寻找 发现 他已经有了灵性已经成精 不知道是人型还是动物型 于是指引了方向 可费了半天劲 还是没找到 到了晚上三人开会 明日一早 我确定方向 然后分散寻找 这样他逃跑 我们也可以围堵他 陈有亮就比较聪明 花蓉不是说了吗 那灵芝到了晚上 会绽放五色光吗 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发现 灵芝到底在什么地方 汤河也寻找千年灵芝 灵行前师傅 送他灵当指引方向 只见 这灵当拉着他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 到处乱跑 莫飞 这灵芝是长的脚 到处跑不成 胡大海的运气是真好 一眼看到灵芝 对比了一下 就是他 刚要伸手踩 被汤河一脚踢开 这两个虎将 谁也不认识谁 抄起家伙动起了真格 两人一时难分胜负 这时 猪虫八寻生赶了过来 一看 胡大海跟人打架 就抄起了弹弓 可这一秒不要紧 原来是自己的发小汤河 原来汤河也是寻找灵芝的 是汤河 两人好久不见 这续着旧 可忽然发现 明明在此处的灵芝 居然没了 寻宝队伍又壮大了 还多了个铃铛 如虎添翼 八月十五这天到了 千年灵芝对着月亮 就是一顿猛吸 因为差点被胡大海抓住 吓得够呛 变得更加小心了 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一转圈变换出无数小灵芝 汤沥儿一看傻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灵芝 于是伸手去拿 一个变成树枝 一个变稻草 第三个变成石头 灵芝在一旁笑话她 一转身溜走了 汤河的铃铛有了动静 三个人设起埋伏 分别藏起来包钞 不一会 五色灵芝跑了过来 没发现异常 又开始吸取月亮灵气 徐达和汤河从她身后去抱 五色灵芝正好躲过 却一头扎进猪虫疤的怀抱 她高兴坏了 可是对眼一看 这不是个小孩吗 胡大海是真狠 怕她跑了 就准备一刀 把她剁成三份 还携带方便 猪虫八五这孩子 不忍心下手 这灵芝眼神绝了 见猪虫八得手 陈有亮也过来了 看到身边 站着两位猛人 就虚情假意地客套起来 小灵芝看他们聊得正欢 直接溜了 快追 小灵芝跑得是真利索 一群人愣是追不上 跑了老远 本以为脱离了危险 却碰到两个更狠的 奇奇格见她长得好可爱 还假意表示 不忍心下嘴 花容说她只是灵芝 没有人心 没必要心软 刘伯温忽然出现 让他们交出灵芝 不然娶你们狗命 花容让奇奇格带着灵芝先走 自己对付刘伯温 两人一交手 竟然打得难解难分 都学得天书武功 水平差不多 一时难解难分 猪虫八一行人 追了半天没找到 陈友谅想杀猪虫八 他提议兵分两路 支开了胡大海和汤河 陈友谅看这下 有机会下毒手了 把猪虫八引到悬崖边上 就从后背挥起了剑 陈友谅惊讶 这么一剑 竟被他无意躲开 陈友谅一心想夺得皇位 可朱虫八是金龙转世 他只是青龙 只要朱虫八 活着他就没有机会 于是不听他解释 就下了杀手 陈友谅招招致命 朱虫八顺手捡起一根树枝招架 他得到刘伯温真传 独孤九剑一炼的炉火纯青 陈友谅使出绝招 拿他劲也没有办法 此刻陈友谅根本听不进去 为了皇位 连恩人都能出卖杀掉 朋友又有什么用 这时候 陈友谅老婆条华赶到 被惊呆了 刚才好好的 怎么就动起手了 陈友谅尽无耻地让条华帮忙 条华已经被陈友谅生米 煮成了熟饭 心一横也就动起了手 一只祖传夺命飞镖出手 朱虫八跟陈友谅激战正憨 看到飞镖飞来以躲闪不及 奇迹出现了 原来是保护朱虫八的白元 出手打掉了飞镖 白元骂他无耻下流 竟然对自己朋友出手 陈友谅也不怂 表示 我跟朱虫八 无视你死 就是我亡 白元忍无可忍 上前打落宝剑 就要扭断陈友谅脖子 被朱虫八制止 希望他回心转意 可是 陈友谅是 吃了秤妥铁的心 只要我有机会 我一阵会杀的你 撂下狠话 带着条华就走了 刘伯温遇到奇奇格跟花蓉二人 花蓉让奇奇格带着灵芝仙走 自己拦住刘伯温 慌不择路的奇奇格 带着五色灵芝 遇到了寒灵 休想抢走五色灵芝 什么 这就是五色灵芝 奇奇格直接说漏了嘴 寒灵出手就砍 被赶来的花蓉拦住 两人打得正热闹 刘伯温也紧追花蓉而来 三个人开始混战 刘伯温攻向花蓉的一脚 却踢在寒灵身上 这时 寒灵师傅红艳赶到 护独自的红艳 直接跟刘伯温站在一起 花蓉胳膊一抬 直接溜了溜了 两人打着打着 感觉招式熟悉 仔细一看 原来又是老乡时 刘伯温辞别寒灵 继续寻找千年灵芝下落 奇奇格和花蓉 带着五色灵芝 躲到了一个山洞 怕小灵芝再跑了 就施法用气泡困住她 二人惧怕刘伯温不敢出去 也不敢发信号给陈友亮 于是设下了一个陷阱 这边 刘伯温三人看到 一动不动的千年灵芝 感到很奇怪 这五色灵魂 分明已经被花蓉他们给带走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 这河里有宝怪 让他二人退后 自己用手一碰 刘伯温中了陷阱 被豹子金焕化的火灵芝所伤 双目瞬间失明昏了过去 汤河急忙去找谁洗眼睛 胡大海留下来照顾刘伯温 花蓉背后出手打晕胡大海 把刘伯温带回到山洞 他认为最大威胁已经解除 便让齐齐格给陈有亮发信号 享用五色灵芝 被藏在一边的韩铃和师父红艳发现 陈有亮收到信号与齐齐格碰面 韩铃想起自己父亲被陈有亮所杀之事 当即要取仇人首级 齐齐格拦着二人 让陈有亮先走 齐齐格哪里是这两人的对手 抵挡不住 撒出一把火毒粉就逃了 韩铃认为 此刻花蓉和灵芝就在附近煽动 正好把他问中捉鳖 花蓉取下千年灵芝一根毛发 要解刘伯温身上之毒 可又怕他醒后跟自己干架 让他附下一颗药丸 可以控制人的心神 就准备给他服下灵芝 传来韩铃儿跟红艳的脚步声 你把伯温怎么了 刘伯温怎么样 又不找你来关心 以为花蓉要加害刘伯温 便出手相救 花蓉武功更胜一筹 韩铃儿准备召唤毒眼食人 花蓉知道不是对手 一个转身仓狂而逃 红艳见刘伯温中毒已身 便要将千年灵芝一分为二 分给给刘伯温和韩铃儿 韩铃儿正准备动手 猪虫八赶到了 制止了韩铃儿 可如果不吃灵芝 刘伯温就会死 于是 虫八请求千年灵芝帮忙 小灵童同意了 指着防护罩让它打开 猪虫八筒了筒没有破 于是启动乌鸦嘴 一筒就破 小灵童取下两株灵芝给它 韩铃儿一看 有着好事也上前去要 小灵童记仇了 刚才不是你要杀我吗 瞬间消失了 猪虫八见韩铃儿失望至极 便把这一株送给它 另一株给刘伯温解毒 这可把一旁的木云气坏了 韩铃儿不解地问道 你怎么舍得送给我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 而且 我觉得有你这个朋友 你治好我的臭头 重要多了 冲伯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秀英会那么喜欢你 韩铃儿表示自己 也喜欢马秀英 让他对秀英好一点 不然 秀英可能会变成他的女人 说完便跟师父一同离去 刘伯温醒了 正在可惜臭头无药可解 灵芝再次现身 我没想到 现在还有你那么善良的人 他被猪虫疤的善良所感动 又送一株给他 猪虫疤吃了灵芝 瞬间感到全身充满力量 地球重力 已经对他起不了作用了 翻了200个跟头 一点不费力 上楼也有劲吗 刘伯温斯掉头上的膏药 发现他的臭头变好了 还散发灵芝的香气 臭头好了 连气质也变了 木云被虫疤的帅气吸引 穷屌丝变成高富帅 眼都看直了 我只是觉得 你这个臭头一致好 你整个人还曾听了几分帅气呢 胡大海闻着他的头可真香 亲来亲去的 陈友亮得到灵芝毛发 作为安慰奖 刘伯温中邪了 他眼神呆滞 直直地往外走 听不到旁边沐云的声音 顺便打翻了茶水 白云感觉不妙 连忙追出去寻找 木云也赶紧通知朱虫疤 众人急忙追出去 可没有一点踪迹 白云赶回来 说快要追上时 见他遇见往尹州方向飞去 他使用千里传音联系 对方始终也没有回应 第二日 朱虫疤要带队去尹州救人 白云制止 尹州是陈友亮地盘 已去是自投罗网 不如我和木云去 让朱虫疤去找失散的马秀英和标书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 原来都是花蓉干的坏事 前些天在山洞 他给刘伯温吃下了不明物体 此物可以控制人的心神 花蓉要把刘伯温留在身边 一是喜欢他的人 可以生很多小猴子 二是得到另外两本天书 三是让朱虫疤失去军事 好助陈友亮当皇帝 一时三秒 老道来到豪强 郭子星家里开始了呼吊 见到城上有七彩祥云 便知这城内必有祥照 谁知这一路走来 便走至府外 见这府里 那可是大放异彩 问到家中可有小女 您的女儿就是未来的贵妃 郭子星怒了 我才不要做皇帝女婿 我要灭了她 道长王解释 元朝必定是要灭亡 未来的真命天子还没出现 她才是您的女婿 别人掐指一算 两日后 她就会来到豪州城 不如来个比武朝亲 谁抢到绣球 谁就是真命天子 这番话说的 郭子怡心坎里去了 如果能当个国杖 那不是鸟雀变凤凰 越看到长越英俊 对她的话 也是深信不疑 玉霜得知此事 急忙找到情郎徐达 告知她明日 一定要去参加抢绣球比赛 无论如何 你都要死死地抱着绣球 不能松手 万一 绣球让别人抢去了 那 我死都不嫁 自得抓住那个绣球 死都不放 当日夜里 须玄让陈有亮赶到豪州 去抢绣球 只要成为郭元帅的女婿 登基称帝 可以说指日可待 陈有亮听了师父的话 有些为难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道长说 现在抢绣球 也只是权宜之计 你想想 咱们要不这样 那郭子兴 他愿意帮助我们吗 师父 托儿明白 师父所言都是为了托儿 可是托儿 始终深爱着托雅 我不管你喜欢的是谁 你要清楚夺江山才是第一位 你要当了皇帝 喜欢谁做皇后不可以 陈有亮连连点头 他决定去豪州抢绣球 请师父帮忙隐瞒 尤其是托雅之事 看来你还是想把这个皇后之尾 留给托雅 是不是 调花伤痛了心 付出这么多 连皇后都没得做 骂陈有亮是大骗子 接不了不了这个事实撒腿就跑 道长怕节外生枝拦住陈有亮 让他连夜收拾东西奔赴豪州 绣球究竟落入水手 请拭目以待 这个女人吓坏了 只见一个色眯眯的老头 向他越走越近 太尾的女儿可真惨 居然被逼得要接客 老头猴急的就摸手 被托雅挣脱 问他多大了 老头厚着脸说十八了 托雅气坏了 让他说实话 老头说我看到你就变成十八了 你也不照着镜子 看着你 你都八十的人了 都能当我爷爷了 你这个老色鬼老无耻 好不要脸的东西 哎呀 我还真喜欢你这大情骂俏 老头也是贱骨头 你什么样我都喜欢 那这样你喜欢吗 老头更兴奋了 托雅也没辙了 他是亲 骂是爱 骂是爱 托雅急了 骂看来不行了 那试试这个 这个你开心吗 老头还说打得好 托雅又是一巴掌 问他喜欢吗 老头笑着说太喜欢了 看来是真爱 托雅看下不跑他 于是使出绝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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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宝来打扫战场 看前老爷躺在地上不动他 盲夸托雅厉害 可改天一先 这可吓坏了 亲妈都不认识了 老头二十两银子 花得真值 朱虫扒来豪州 找未婚七马秀英和标书 换了身型头好不帅气 正赶上今天也是郭子星比武招亲的好日子 郭子星宣布比赛规则 活动即将开始 陈有亮在台下势在必得 为了天下又得拼一次老命 主角玉霜已有意中人 名叫徐达 他一个翻身进入场地 玉霜见他出现笑开了花 对好了暗号 就扔下绣球 没想到 陈有亮眼几手快 先抢了去 其他选手也一窝蜂地扑上去开始抢 竞争十分激烈 朱虫八经过这里正好看个热闹 这姑娘真好看啊 这姑娘是好看 可我也非常般配 虫八 你说呢 正当几个要离开时 汤和眼尖看到陈有亮 这陈有亮真不要脸啊 居然还抢绣球 你说这姑娘这么好看 嫁给他 你还不如嫁给我呢 徐达功夫了得 成功地抢到了绣球 刚要得意忘形 绣球又被陈有亮抢走了 这把玉霜都急死了 郭子星是两个人都看上了 但是感觉陈有亮更有王者之气 玉霜可不这么想 想让徐达争点气 两个人 一个位江山 一个位美人 都是拿出了吃奶的力气 随着比赛进行 只剩下他们两位选手 一边动手 一边抢绣球 最后 两人一人扯住一半绣球 僵持在那里 这关键时刻 猪虫八又开始乌鸦嘴 如果可以调到我这儿来 我就可以把它当成礼物 送给秀英了 话音刚落 两人一起脱手 绣球直接飞到猪虫八手里 陈有亮扭头一看 又是他 总坏我好事 恭喜姑爷 贺喜姑爷 只是想看个热闹 却糊里糊涂接了个绣球 猪虫八 怎么解释 也不管用了 强行被人拖走 猪虫八这个名字 太土气了 你就改名叫 朱元璋 朱虫八来豪州 找未婚弃马秀英 阴差阳错地抢了绣球 就这样被郭子星 抓去当了女婿 猪虫八一心 找马秀英 哪里愿意娶郭家大小姐 请姑爷进府 三人来见郭子星 胡大海第一个出场 看他肥头大耳 一个屠夫模样 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女婿在后面 第二个也是尖嘴猴腮 紧皱起眉 不是我不是我 你的女婿在后面 猪虫八一登场 王者之气扑面来 瞬间征服了老丈人的心 比抢绣球的陈有亮 还让人喜欢 认准老道说的真命天子 就是他 这女婿是越看越顺眼 忙问老家哪里 是否婚配 知道他还未娶妻 简直太棒了 你已经是我的成红快婿了 该改口了 猪虫八不想结婚 慌忙解释道 自己有了一中人 刚才只是绣球 无意飞到我手里 无事有意为之 郭子星不爱听了 怎么做我郭家女婿 他不香了吗 于是霸道总裁上线 你尚未取亲 现在 你又接了小女的绣球 你就是我郭家的成龙快婿 猪虫八这个名字太吐气了 我郭子星的女婿 应该有相配的名字 你就改名叫 朱元璋 朱元璋想反抗也没用了 这一下是被赖上了 到了送茶环节 管家却送信了 女儿心情不好想过来 只能由婢女来送茶 朱元璋回头一看愣住了 心心念念的秀英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马秀英也没有想到 这位上茶的新姑爷 就是最爱的男人朱元璋 心酸委屈涌上心头 双手竟然不受控制 郭子星一看 新姑爷这是什么体好 竟然当着我面 拉着婢女的手 马秀英心痛难当 捡起杯子就冲了出去 朱元璋想跟马秀英解释 被汤河和胡大海拦住 郭子星喜欢新女婿 也就没有追究此事 让三人回房休息 马秀英非常伤心 经过无数磨难 换来的却是背信气疑 马秀英开始哭诉 她已经抢了郭家的绣球 成了郭家女婿 她的臭头也好了 衣装也漂亮了 我看她是变心了 表叔说我会替你做主的 于是抄起了赶面杖 就出了门 没有抢到绣球的徐达 跑到玉霜的房间 郭小姐痛哭流涕 表示就是死 也不嫁给朱元璋 一生只爱徐达一人 徐达怒火中烧 转头就要去杀了朱元璋 朱元璋正在屋里 为马秀英误会自己的身闹心 没料到 直接杀出个蒙面刺客 汤河 胡大海 也是五虎 几下子打掉了徐达的刀 郭子星寻声而来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 徐达 傻儿子嫌她穷老实 说她的坏话 所以 没什么好印象 要把她抓起来 明日送衙门 朱元璋听见徐达的名字耳熟 但是多年没见也不确定 汤河也猜测 此人可能是儿童时候的玩伴 玉霜得知新上人徐达 被抓紧柴房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卑鄙下流无耻恶心 彪叔拿着赶面杖来了 先是一顿招呼 紧接着一个大嘴巴 最后没等他解释 就气冲冲走了 朱元璋想找郭子星摊牌 自己不当这女婿 被胡大海拦住 那样做就是毁婚 后果很严重 马秀英和彪叔也得受牵连 朱元璋只能忍着 另一边郭子星 两个傻儿子 准备报仇杀掉得罪过他们的徐达 两个傻子 被吓得拔腿就跑 就在刚刚他们想用刀折磨死徐达 大傻要砍掉他的胳膊 可他的刀神奇地砍歪了 直接飞到柴火墮上 二傻说大傻笨 用脚踩住徐达的腿 就要给他砍下来 刀竟然直接掉到地上 手像是被电击到一样发麻 徐达真爷们 笑话他们砍人都不会 听到门外有鬼叫声 感觉不对劲 难道遇到鬼了 有鬼 见有人装鬼 吓得魂都没了 几个人救出徐达 看他伤势严重 朱元璋使出乌鸦嘴 你的伤很快就会好了 没想到一根烟的功夫 他的伤就彻底恢复了 徐达感到很神奇 你真的有乌鸦嘴啊 大哥说什么都是灵的 哎呀你别听汤盒下说 我呀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说必中 徐达愣住了 你去汤盒 嗯对啊 连忙询问老家 是不是钟离县的 还对起了暗号 掏鸟蛋 二哥 汤盒 二哥 这一下确认了 就是自己的发小 我是虫八呀 我叫虫八 他是秀英 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我是徐达 我是汤盒 我是大哥 我是二哥 我是小弟 嘿 二哥 你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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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八 三兄弟相认 喜结而气 抱头痛哭 胡大海感同身受 也是哭得梨花待遇 你们三个大男人 打完天抱一起哭 你们丢不丢人啊 朱元璋问起徐达和玉霜的事 表示自己 一定尽力 让他们成为一对 徐达很受感动 当即表态 从今往后 我徐达 就只听你一个人的命令 从此又收服一员猛将 郭子星发现 徐达不见了 郭夫人猜测 是女儿玉霜给就走了 怕夜长梦多 安排今天 半喜事结婚 朱元璋得到消息 不能对不起徐达 也不能辜负马秀英 就出起了主意 此时 郭府张登结彩 环境布置相当华丽 宾客已纷纷到场 管家宣布 即时已到 新娘徐徐入场 却迟迟不见新郎 气氛略显尴尬 郭子星芒 吩咐管家再去催促 可这一等就等到夜里 嘉宾都已略显焦躁 这时新郎关来了 可他却一直低着头 颤颤巍巍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郭母听说 女婿英俊潇洒可没见过 就催着新郎抬头看看 可新郎也没想到 还有这个环节 头摇得像波浪鼓 郭子星一下火上来了 新郎吓了一跳 头一抬 被郭子星认出来 原来 此人是汤河 郭子星面子算丢尽了 又气又脑 命人把他关进大牢 而此时朱元璋 已经扮成士兵逃出府外 韩离儿吸收了五色灵芝 功力增加了几十倍 两个师傅都不是对手 他感觉找元顺帝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 孤身出现在元顺帝的卧房 原来陈有亮联合哈玛太尉 杀了韩离儿父亲韩山童 哈玛太尉把人头献给了元顺帝 此行就是为了拿回他的人头下葬 顺帝只好带他到清德殿寻找 可到了清德殿 却发现人头不见了 韩离儿急了 就准备下毒手 大祭司联盟制止 韩离儿 你看好了 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萨满提出要求 先放了元顺帝再给人头 韩离儿何等聪明 一个活人头换个死人头 肯定是亏本买卖 硬气回应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这狗皇帝的人头给你 撒满 皇帝下的直呼救命 大祭司于是祸水东溢 是陈有亮和须玄两人 和谋杀的你爹 冤有头债有主 我可以告诉你 陈有亮和须玄在哪 陈有亮 在豪州 他的师父须玄 也跟他在一起 人头也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保证皇帝的安全 于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双方完成交换 顺地咽不下这口气 刚逃出魔掌 就翻脸不认人 下令杀了韩离儿 韩离儿打趴下喽啰 就准备召唤石人 大祭司知道石人的厉害 召唤其他两位祭司 阻止石人出现 双方斗起法来 快 使用三度封印术 地面一起一伏 此时千年神石落下 压制住石人出现 没有石人做帮手 韩离儿也没有胜算 于是出招打翻三人 抱着人头逃跑了 元顺地气坏了 盲命令祭司去追 被大祭司拦下 刚才我们三个人 使用三度封印术 也阻止不了这石人 而微臣算出这石碑 是千年零石 这才阻止了石人的出现 如果他召唤了石人 我们三个人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元顺地害怕了 如果没有办法应对 叫我如何安然入睡 大祭司告诉顺帝 并不是没有办法 对付韩离儿 要控制住石人 需要四个祭司联手 现在我们朝中只有三人 另外一个 还有其他任务 只等七七格盗取了天书 我们四人联手 即可挥师南下 扫平韩离儿 好 胖子想耍流氓 紧紧抱住托亚 托亚正脱不开 幸亏老宝及时出现 用擀面杖打跑流氓 而就在白天 托亚还在挑水匹柴 干着重活 被这胖子鞭打 手也磨出血泡 这一切都是老宝奸计 此刻 他装着替托亚着想 又开始劝他接客 他们哪 可是郭子星元帅的儿子 你只要嫁给其中一个 那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对呀 托亚计划 利用他们两个公子 逃出青楼 就阴允下来 自己的奸计得逞 老宝笑开了花 没多久 郭福两个傻子 来到宜春院 见到清国清城的托亚的时候 都两眼冒金光 一个流口水 一个流鼻血 像啥样 你怎么长得这么美啊 两人不约而同 都要抱住托亚 还好托亚 躲得快 梁傻抱得好景 还一脸享受 不仅美 而且还有一股 清闪的味道 而这一幕 正好被老道所见 倒是鬼点子又来了 梁傻走在路中间犯傻时 齐齐格故意装作经过 被他们打倒 装出一副娇滴滴的勾人模样 二傻顶不住美色 被迷得七婚八素 问名女人家住郊外 就要亲自护送 等送到深山老林 开始动手动脚 齐齐格 反手掐住二人脖子 假装吸食二人洋气 陈友谅看眼得差不多了 冲出来救人 两人交手几个回合 齐齐格使个眼色 便转身离开 两傻获救后 万分感激 便要他回府上答谢 陈友谅假意推辞后 就跟了上去 二傻回城后 拉他直奔一红院 原来他们 还惦记着拖牙 打发了门口的看守 就要玩被窝里聊天的游戏 陈友谅无意听到 妓女说有个猿人太尉女儿做了头牌 一想那肯定是拖牙 就冲上去救人 踢倒守卫 又踢倒大傻和二傻 一把抱住拖牙 陈友谅看妓院如此欺负拖牙 就用酒杯砸了招牌 我的春风楼啊 拖牙是我的朋友 我一直没找到她 没想到被这些人卖到这儿 被你们领住 大傻说 豪州是我们国家的 你高兴把春风楼砸了都行 老宝吓坏了 忙说不要砸 郭亚说 不让砸店就砸你 于是左右开弓 发泄自己的委屈 我求求你不要再替我的肚子了 我还是红花蛋归于你 还想生儿子呢 好啊 那我就不替你的肚子 我替你的肚子 最后一脚 直接踢她到罗上拥倒了 陈友谅为了拖牙的 安全带她回到了颖州 朱元璋想混进郭府救人 在郭府后门转悠了几天 没有等到自己的熟人 偷听到 郭府正辞退一名半毒 小花正愁上 哪在找一位半毒去 于是她乔装又打扮成乞丐 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 模仿起 唐伯虎进秋香府上的桥段卖惨 还好 没有发现蟑螂 不然 恐怕又得吃一个 还夸小花美貌 全程皆知 还很善良贤惠 小花被打动了 带她进了郭府 经过郭母考研成为了书筒 可是当她遇到马秀英的时候 郭子星要斩汤和胡大海 这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逃婚 让汤和假扮新郎被发现 搞得郭子星颜面尽失 胡大海和汤和不想出卖朋友 开始满嘴跑火车 一唱一鹤 说得郭子星一会火冒三丈 一会又被逗得想笑 看这二人 是真不属主不赖 插颗打混 也问不出东西 就要宰了他们 这要拖下去挨刀子 有官兵报信 蒙军彭英律 正遭受朝廷官兵攻击 希望元帅能率兵前去援救 把他们两个关进柴房 两人因此躲过一死 郭子星风风火火带兵支援去了 韩铃这边也没闲着 又互发发现 陈有亮出现在豪州 猜测想跟郭子星建立联盟 以后可能对红金军不利 于是韩铃做出决定 要提前建立同盟 再铲除陈有亮 本作要亲自率兵 去支援彭英律 还有郭子星 红金军出兵赶往前线 被老道撞见 躲在一边草丛偷听 攻此去 不仅要攻打朝廷的军队 还要联合郭子星 彭英律等多个军队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阻止那个陈有亮的计划 须弦听后大感不妙 看来韩铃而此次是针对有亮 若是白脸角与各部队 结成了盟友关系 那有亮再想把我人心可就难了 于是赶紧回颖州商量对策 怎么样 我军是否按照我的步兵图 深入到敌军各处啊 割女将领 已经连夜赶至各处险要之地 只在大人狼烟为好 随时报朝敌军各部 哈马太尉已设好包围圈 郭子星部队 一道就来个一锅端 护颜将军说 红金军已赶往支援 哈马太尉赶忙通知大祭司阻拦 于是点起狼烟 准备一计划行事 大祭司收到消息 紧急招齐齐阁帮忙 大战一触即发 天刚亮 花蓉来看刘伯温 看着送来的饭菜 一口没动 花蓉陷入沉思 自己要刘伯温的人和天书 可咒语不解除 他就像行尸走肉 长此以往不就饿死了 于是决定解除咒语 跟他聊一聊 咒语一解除 他就有了思想 原来 你也给我下了狼狼 没错 花蓉说自己现在是陈有亮的师父 让他一起来辅佐 没想到 已经如此的执迷不入 这陈有亮并非凭死 你这么做 完全是逆天而行 花蓉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要你我联手 定能让陈有亮当上天子 话不投机半句多 刘伯温刚想走 感觉出身体虚弱 你身上的骨毒 我从来没有给你解除 所以你的性命由我来掌控着 你 如果你不答应我帮助陈有亮 那我也不会让你帮助朱重发 我要把你囚禁起来 直到你答应我为止 你敢 刘伯温气不过还想动手 被花蓉随手一挥就摔倒了 光说狠话没实力也不行 失去法力的刘伯温 就像拔了牙的老虎 被人当猫养着 五虎骑出天子县 刘伯温无意取出五虎图 发现图中第四只老虎 已经露出真容 断定朱元璋又有了新的机缘 遇到了五虎将 也为之欣喜 可是现在他中了谷毒 被花蓉关押在此 无法辅佐主公很是焦急 溜达到门口 发现关押他的门打开了 谁 深思熟虑想了一万种可能后 他跟了出去 走到了荒郊野外 看到了一个黑衣人 把我放出来 到底有何目的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让你交出 另外两本天书 一共三本天书 听他这么说 意识到他已经得到一本天书 我那本天书 是吃你掉的包 当然 只可惜啊 你这个笨蛋 还一直以为是花蓉掉的包 刘伯温回想起 当时还天书的情形 恍然大悟 他接近花蓉 原来是为了弄到天书 现在他中了谷毒使不出法力 拿起齐格一点办法也没有 天书 有缘人得而是之 你就是拿到的 也看不到上面的字 哼 这本书怎么没有字啊 不可能啊 只要是书 一定都有字的 猪虫八一句话 破解了天书密码索 只要他活着就能看到天书的字 这也是他不杀猪虫八 改偷天书的原因 齐齐格逼刘伯温交出天书 不然就要吸干他精气 被刘伯温拒绝 就要下狠手 被花蓉出手相救 姐姐 没想到你在我身边 一直有目的 真面目被揭露 两人直接撕破脸打起来 齐齐格拿到天书 也学习一段时间天书的武功 两人打得一时难解难分 花蓉于世 使出了真功夫 随着几声豹子的嘶吼声 齐齐格阴声倒下 吼吐鲜血 你以为你学会了几下三脚猫功夫 就可以对付得了我们 我告诉你 天书内容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参透 哼 你差远了 齐齐格无奈丢出飞镖 带着天书跑了 花蓉因为刘伯温 再长也不方便去追 放他跑了 还好你在路上 留下了记号 我才能赶过来 原来 刘伯温开始 就知道 这会很危险 但是为了揭穿齐齐格针面目 也只能出此下策 还好花蓉跟了过来 两个因为一场危险的化解关系 拉近了很多 又开始推心置腹地聊起来 刘伯温解释道 我早说过 让我能不能做你男朋友 取决于你 是不是放过猪虫疤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仇恨 花蓉表示 做不到 一想起他受我屁股那一件 我就想杀了他 于是把愤怒发泄给了下人 看着秦郎恨恨离去 另一边 三大祭司等着 齐齐格的现身 抵挡寒连的大军 可是一直没有音讯 不用急 齐齐格得到天书之后 他自会赶过来的 千年老乌鸦 又带消息来了 红金军 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为了让哈马大人 有时间歼灭那些反贼 我们三人一起做法 拖住红金军的脚上 好 三位大祭司开始远程施法 家里养的几十万只乌鸦 都放了出来 乌鸦送来消息 韩离大军马上就到 三位大祭司要在此地 阻拦韩离部队的进攻 于是对着天空开始施法 只见无数乌鸦 从三人手中飞出 这暴风乱是凶猛 我们明明变幻莫测 分明是有意向 你们快看 前方有一团乌云 向我们这儿逼近了 韩离感觉不对劲 让战士准备战斗 只见遮天蔽日 一大群乌鸦 向红金军队伍飞来 由密集恐惧症的官兵 更是直接晕倒 部队和乌鸦战斗到一块 可是这乌鸦杀了一起又一批 一点不减少 把士兵累得够呛 再这样下去 部队都得累死 砍了一天一夜 韩离忽然想起 自己还有大招没有用 开始召唤十人 独眼十人一站起来 乌鸦都开始攻击十人 韩离下达命令让他喷火 十人喷出五位真火 开始360度 无死角旋转烧烤 不一会 乌鸦阵全军被涂干净 韩离儿破了我们的法术 我们要不要 直接杀到他军中去 不 红金军前进的路上 会路过一个山坡 到时候 我们再想办法阻拦他 红雁剑队伍损失惨重 士气低落 又怕山坡有埋伏 就想撤退 杀红眼的韩离儿听不进去 号令大军继续进发 另一边 波雅被陈有亮救下后 回到尹州义德会 得知朱元璋师傅刘伯温被关押后就要救他 可是琐事特制的打不开 便告诉他 前两日在城内见过白元和沐云 刘伯温心中大喜 目前只有白元能救他 忽然脑筋一转就有了对策 虚拳道长偷听到韩离儿想结盟对付陈有亮 急忙回到义德会 告诉他想对付韩离儿提高在盟军中的威望 只有一个半 拖雅 没错 知识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自古以来 亲贼先亲亡了 现在就好拖雅是在我们的手里 若是我们能够假借 带拖雅到哈马那里 刺激杀死哈马的话 那你可是在群雄当中会建立极大的威信 到那个时候 你别说那个韩离儿敢对你怎么样 就算是那个猪虫八敢对你说一个不子 那他也会在群雄当中 被当成一起来排除 老到背后捅刀子 可谓是驾轻就熟 于是他们就决定带着拖雅找父亲哈马太尉 拖雅虽然有所怀疑 调花给了的充分理由 把你送走了 我也安心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群人想刺杀他父亲 这边红金军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个山坡中间 忽然无数巨石从山坡滚落 砸得红金军你是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被一锅端 韩铃又召唤出石人 顶住了从山坡滚落的巨石 同时号召手下官兵后撤 我和总护法留下来陪你 又护法 我们留在这儿 会连累教主 我们快走吧 快 走啊 走 走 韩铃现在彻底怒了 要看看 是谁在幕后未做的好事 石人 先带我去找去 一日来一直跟我们捣乱 亲手杀了他们 三大祭司高兴坏了 不要让红金军 愧不成军 就算他们赶到战场 也毫无用武之地了 哼 我要亲眼看看那个韩铃儿 生气的表情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韩铃儿 三大法师共同施法 对韩铃儿增援部队进行了攻击 分别使用了乌鸦阵 还有巨石阵 打的韩铃儿是溃不成军 损失惨重 增援计划破产 三大祭司正在为胜利 而得意洋洋 就算他们赶到战场 也毫无用武之地了 哼 我要亲眼看看那个韩铃儿 生气的表情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大祭司们是瞬间傻了眼 原来这些天 都是你们三个搞的鬼 怒法冲关的韩铃儿 就要替阵王的将士报仇 催动法力就要杀了他们 四大祭司还没有聚齐 只能被动防守 释放结印结件 凭空出现一个光照 把三人保护起来 你以为你们几个结界 就能挡住十人的去路吗 韩铃儿全力操控十人 对三人展开攻击 十人左一拳右一拳 打得祭司特别狼狈 还放出巨大火焰攻向结界 只见他们的防护罩越来越小 三人眼看药领盒饭 忽然一记飞镖出现打在十人头上 普等许久的齐齐阁 终于出现 四大祭司反守为攻 同时驱动魔法 只见大地撕裂 竟然从地面 也召唤出一个十人 韩铃儿震惊了 这是什么玩意 这下变成了两个十人的战争 两个十人开始互殴 你一拳我一拳 势均力敌 互不相让 打得一时难分难解 忽然 韩铃儿手法一变 十人有了变化 这十人竟然被韩铃儿玩出了升级版 韩铃儿一顿操作 十人竟然放出激光 打得四大祭司赶忙闪身 放松了对十人的控制 韩铃儿抓住机会 使出了致命一击攻向十人 十人杀波大的拳头一下 把假十人击碎 顺便也撞伤了齐齐格的心脉 他不回事 原来是跟花蓉抢天书时 被花蓉打伤心脉 就伤 魏玉就赶往战场 十人振一拳导致就伤复发 韩铃儿不等人 把话说完又操控十人举起拳头 大祭司箭讨不到便宜 带着齐齐格跑了 韩铃儿也因为功力 消耗太大瘫软到地上 与此同时 郭子星的部队中了敌人埋伏 损失惨重 被敌人追得到处跑 各部骑医军都被围 只能各自围战 郭子星无奈帅不突围 凶多吉少 战事到了关键时刻 郭子星被围 我们是好朋友 后来我们分开了 直到那天他误会了来杀我 我们才有相认的 后来有人要杀许拿 是我跟大海汤河 把他给救了出去 是你把他救出去的 是啊 我们趁你办婚礼 袁帅府接被踪戏 就把他救了出去 朱元璋也说出自己进郭府的目的 是想救出兄弟汤和跟胡大海 还有就是找自己青梅竹马的马秀英 跟他解释清楚 重归于好 我也会帮助你和徐达的 让你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好 郭小姐感谢朱元璋 表示这两件事 他都会帮忙的 于是就在郭府做起了书筒 今天正好碰到管家 来报信郭子星部队被围困 现在怎么根本就跑不出来啊 如果没有人搭救就得领盒饭 郭夫人顿时两眼一黑 脑子冒起惊心 忙询问谁还可以救他 目前袁帅府的精锐全出 根本就没有人哪 郭夫人看着这俩不争气的儿子生气 关键时刻不顶用 老爷遇难 却找不到人能救他 忍不住伤心落泪 乔装成书筒的朱元璋脑子一转 这不正是就汤河跟胡大海的好机会 就站了出来 夫人 我有办法 可以救郭元帅 此言一出立马成为全场焦点 谁也没想到 一个书筒能说出这样的话 管家主持过婚礼见过朱元璋 感觉面熟就围着他转起了圈 你不就是那个 没错 我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看身份被曝光 也干脆承认了 请夫人下令 放了关在元帅府里的汤河跟胡大海 他们两个武艺高强 我可以带着他们跟徐达去营救郭元帅 徐达 郭夫人想抓住了救命稻草 准备放人的时候 郭子兴两个不靠谱的傻儿子又说话 当然不行 这个郭章 不 朱元璋的话 千万不能信 说不定 他就为了把他朋友放走 郭夫人这时候 脑子居然泛起迷糊 犹豫起来 你们两个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儿添乱 朱元璋当即做出决定 我愿意留下来当人质 就这样郭夫人终于决定 放出软禁的汤河跟胡大海 再加上养好伤的徐达 去支援突围的郭子兴 三元虎将 第一次带兵出征上战场 他们能不能及时救出郭子兴呢 点赞关注后 下集告诉 郭子兴被为困命在旦夕 朱元璋三元虎将 临危受命 杀向战场 解救大帅郭子兴 三个虎将武力高强 犹如三只猛虎一样 势不可挡 郭子兴以潇洒的潜滚帆 躲过了几百刀 被徐达一刀挡开解了围 他没想到 救他一命的 是被自己关起来的徐达 援兵跟郭子兴部队 战斗了很久 体力已经非常吃紧 被这一股援军 杀得措手不及 哈马太尉一看 形势不妙 看哈马太尉要逃 那啃舍地放走 徐达 胡大海 一路追上去 另一边 陈有亮三人带着托雅 也赶到战场 想借机送女儿为由 在哈马太尉背后捅刀子 来提升自己的威信 还没找到哈马的部队 迎面看到白连叫撤下来的队伍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正是陈有亮和徐玄道长 偷袭杀死了前教主韩山童 左右护法 岂能放过他们二人 徐玄看对方人多势重 就开始打赶琴牌 师妹 我俩同出异门 为什么每次见面总要打打杀杀 难道就不能好好地说一句话吗 哼 你这师门败类 你不仅偷了师父的秘籍 你还勾结朝廷杀了前教主 一句话接了老道的底 弄得脸红心跳 无言以对 双方抄家伙玩起了真格 脱雅 看不是针对自己 偷偷溜走了 徐玄看逃不到便宜 想找机会逃跑 话音刚落 左右护法 居然笑了 徐玄 当初你跟陈有亮 是不是就像现在这样 骗取前教主的信任 趁机杀了他 徐玄做梦 也想不到 自己也会被人背后捅刀子 调划深爱陈有亮 怎么会在背后动手呢 原来 调划知道 陈有亮最爱的 不是自己 你还是想把这个皇后之位 留给脱雅了 是不是 付出那么多 连皇后的都没得做 就离家出走了 遇到寒灵三人 被左护法抓回去 卫下了射魂伞 专门用来对付陈有亮 调划 你睁大眼睛 看看我是谁 陈有亮不敢相信 调划出卖自己 老道喊道 有亮 你别傻了 你现在跟他说话 他听不进去的 你赶紧走 徐玄为了保护徒弟 是真拼了命 背后受伤 终究不是那么多人对手 被红燕一箭刺入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怕伤到你 我一直都爱着你 瞬间的感动 让他此刻犹豫了 被道长打落常见 要是感动 我就杀了他 你别怪我 你快走 你要走 一起走 你赶紧走 尘有亮 你是真命天使 尤世希望 看懂你 同意天下 我希望你能够完成 尤世对你的期望 陈有亮无奈 只能逃跑 须玄对徒弟 陈有亮是真的好 临死也在为 陈有亮着想 帮不了有亮了 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代替我 帮助有亮 完成大业 不可能 这辈子 我就让韩离儿为君明天 道长知道 弥勒转世的韩离儿 被陈有亮构不成威胁 于是换了种说法 就这样 须玄死在 自己最爱的女人怀里 含笑九泉 不得不说 再怎么心狠手辣 也是因为立场不同 对自己的徒弟和爱人 是真的好 陈有亮被围到了悬崖 青龙转世的陈有亮 能就这么领和饭吗 谁要是敢动 我就杀了他 陈有亮师徒被困 师父被刺身手重伤 临死前掩护徒弟撤退 陈有亮无奈逃跑 拖牙也是一路逃命 可他不会武功 被两个白莲教徒追上 看他长得漂亮 就想干坏事 被逃跑的父亲追上 父女两人终于在这里相见 可这会儿不是叙旧的时候 很快被汤河跟胡大海追上 忽颜将军不是徐达对手 被打得跪倒在地 徐达不认识哈马太尉 看忽颜穿着太尉衣服 就认错了人 拖牙看到胡大海感觉遇到了救醒 朱生 胡大海 是我 就上前去求情 你要杀的哈马太尉是我爹 我求你放过他好不好 既然哈马是你爹 那我就连你 也一起杀 胡大海盲劝住 托牙是朱元璋救命恩人 杀了他也不好交代 既然你救过元璋 那我可以放过他 但是你爹 他必须死 托牙赶紧配合演戏 不行 你不能杀我爹 眼看说情也没用了 胡言请求 放过自己的官兵 于是就抹拨自尽了 托牙和哈马太尉逃过一死 另一边 陈友谅被优护法逼到了悬崖 杨条华中了射魂伞的毒 正在跟陈友谅拼命 陈友谅一边抵挡 一边跟条华说话 想唤醒自己的老婆 优牙只是懵懂的感觉 那个真证明刻在我心里的人 是你 可是说了半天 也起不到效果 陈友谅最后 说出了肺腑之言 这一句话说到了条华的心里去 以前幸福的点点滴滴像潮水 回到了自己的脑海里 条华恢复了意识 放下尖刀 拥抱在了一起 又护法不喜欢吃狗粮 就让手下士兵动手 陈友谅接受了要死的事实 拉起条华的手 相视一笑 双双掉下悬崖 此刻是条华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 陈友谅未当真命天子费尽心机 此刻是他最轻松的时候 闭上双眼 似乎响咪一会儿 电视剧里十个跳崖的九个死不了 青龙转世的陈友谅会死吗 一个金环勒住白猿脖子 还越雷越紧 疼得白猿就地打起了滚 过了一会 金环就消失了 忽然明白 主人就在附近 糟了 主人一定出事了 于是就 根据这咒语的波动 追寻主人的动向 花蓉一心得到天书 这日终于失去耐心 竟然拿下人的姓名 要挟刘伯温 还一掌把他打伤 刘伯温不忍无辜百姓受伤 掏出天书 就要递给花蓉 白猿及时赶到 阻止了花蓉 施法带着二人逃走了 气得花蓉直挠桌子 白猿询问 为什么不使出千里传音 刘伯温说 中了花蓉古毒 武功尽失 想尽快跟主公朱元璋会合 条华和陈友谅跳崖并没有摔死 花蓉正在使用内力帮他疗伤 我这是死了吗 你还活着 你们从悬崖上面掉落下来 我及时把你们接住了 看到条华走了进来 自己也放了心 陈友谅问起虚玄道长 得知虚玄道长已经身亡 头也被白莲叫割了去 陈友谅跟虚玄秦同父子 跪地谢施恩 花蓉劝他振作起来 早日学好武功为师父报仇 陈友谅咬牙切齿 誓报此仇 虎将们出征杀敌 朱元璋也没闲着 在郭府谈起恋爱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偷偷潜入郭母卧室旁等马秀英 可见到马秀英 他根本不听 我不要听 不要再听您解释 不是秀英 你听我跟他解释清楚 这件事情真的是误会 马秀英在争执下 直接把郭夫人洗脚水 泼给了朱元璋 这回 他体验到洗脚水的酸爽 这天 朱元璋又不老实了 给郭家公子送饭 看到秀英 就猴急地抱起了他 马秀英不想听他说话 又踩脚又掐腰子 搞得朱元璋在地上耍起来 我明明捏的是你左边 你右边疼什么呀 马秀英不想听他解释 可又被他抱住 马秀英看摆脱不了他 就说跟他到柴房慢慢聊 朱元璋刚乐呵呵地跑进去 被马秀英直接关进了柴房上的锁 就这样被马秀英关了禁闭 朱元璋只能坐着生闷气 不一会儿 柴房有了动静 心想肯定是秀英心疼自己给自己送好吃的了 一个女人走进来 朱元璋背后狠狠地抱住他 镜头一转 只见抱住的是个比自己头大一倍的女人 仔细一看 竟然是小花 小花笑得是春心荡漾 没想到 朱元璋看着挺老实 还有这种心思 你想到 你这么有情调 你知道我来这柴房里边取柴 你就偷偷地躲在这里抱我 人家不好意思了 朱元璋吓得一溜烟跑了 找到饭盒一看包子 被狗啃了 拿着饭盒回去 只见两位公子已经吃起了书 皇帝追女孩 还真是不一般 郭夫人让朱元璋作画 可她的手却没闲着 看不够的朱元璋在马秀英的催促下 提起了笔 仪器合成画好一幅观音像 仔细一看她把自己画成了金童 把马秀英画成了玉女 跟马秀英表明了爱意 希望两人像是金童玉女一样 永远不分开 这还不算完 在画上直接写上我爱秀英四个字 马秀英心也开始融化 这时郭夫人来查看 马秀英担心她远不过去 然而朱元璋却不慌不忙 在我爱秀英下面写了一首藏头诗 马秀英一脸惊讶 我画观音旧巴难 爱恨情仇使不堪 秀色融融照佛色 因果长伴保平安 郭夫人看完后十分喜欢 直夸朱元璋好文采 郭小姐想撮合马秀英 说她误会了朱元璋 说出了朱元璋的种种 无可奈何和情非得以 让她明白了朱元璋 心里只有她自己 刚开始理解朱元璋的苦衷 这天 朱元璋又没修眉扫来找秀英了 这辈子 你只能当我娘子 你如果不嫁给我 我就一辈子不娶了 马秀英担心 白天被人看到了误会 就约朱元璋晚上在凉亭见面 朱元璋开心坏了 临走还忍不住亲了一口 马秀英也不生气了 心花怒放 朱元璋前脚刚走 马秀英就被两位少爷拦住了 想一口吃了他 马秀英看逃不开二人纠缠不休 就推脱晚上在凉亭见 可到了晚上 郭夫人挂念出征的老公 也没了困意 想让秀英陪他去凉亭透透气 到了凉亭 马秀英开始心慌 眼看约会时间到了 就故意打翻灯笼 想趁换灯笼 找朱元璋说清楚 马秀英前脚刚走朱元璋就到了 黑灯瞎火的看不清缓 以为是马秀英在凉亭坐着 张开双手就要从后面抱 可忽然发现是郭夫人 赶紧躲了起来 随后两个傻憨憨就来了 按捺不住 直接就扑了过去 就是一顿亲 场面一度混乱 马秀英提着灯笼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吓得叫了起来 让我听 让我听 秀英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那我们抱着的是 夫人是又奇又修 原来你们这样对马秀英 罚二人跪到天亮 朱元璋真是开心坏了 朱元璋被当人质关进了柴房 马秀英给他送饭 朱元璋趁机给他讲了来龙去脉 马秀英终于肯听进去 知道自己误会了朱元璋 狠狠抱在一起 不忍分开 这一幕被梁傻偷看到 梁傻要取马秀英做老婆 竟然一气之下 要用火烧死朱元璋 朱元璋死定了 两个傻公子要烧死他 火越来越近 他被锁在柴房里 没有一点办法 于是祈祷上天 老天爷 我朱元璋 从小一心助理 从未做过任何坏事 今日 如果命该如此 我无话可思 如果命不该去 就请老天爷救我 忽然风云突变 晴天霹雳 天降暴雨 没有一会儿就把大火浇灭 两个少爷还在纳闷 怎么只有这里下雨 感觉自己遇到鬼了 吓得掉头就跑 被赶来救火的人 泼了个透心凉 郭夫人灌儿子 得知是自己俩儿子放的火 不但不问罪 还责怪小花泼了儿子一身水 怕节外生枝 要求马秀英抛秀球 嫁给自己傻儿子 第二天 很快就到了 不抛秀球 郭母就不放了朱元璋 马秀英拿着秀球 看着台下 两个傻憨憨 心里奔腾着一万头羊驼 两个傻小子 在台下直接动起了闪 马秀英心里想着朱元璋 今生不能做夫妻 只能等来世 一狠心抛起秀球 只见一个人脚踏降云 从天而降 踩在二傻肩膀上 简直帅呆了 原来是郭小姐 关键时刻放了朱元璋 马秀英睁开眼震惊了 崇八你真帅 傻公子不服气还想抢 被朱元璋两脚踢飞 郭母护独子 让手下抓人 被凯旋而来的郭子星叫停 两个傻儿子诬陷徐达 险些毁了女儿的婚事 调戏马秀英 还差点烧死朱元璋 简直罪无可恕 拿出家法 对两傻儿子一顿狠揍 把两个儿子打得死去活来 没人劝这打是停不了了 还是朱元璋情伤高 连忙替他们求情 郭子星刚要停手 汤河跟胡大海又来添油加醋 当初这两个小子是怎么对你的 现在也得让他们吃吃苦头 没错 郭子星一怒下 拿起宝剑就要杀人 一看要动真格的 大家都上去拦 怕汤河跟徐大海不满意 让他们以后教育这俩儿子 郭子星拉住女儿和徐达的手 宣布同意徐达和女儿预装的婚事 收马秀英为义女 作主把马秀英取配给朱元璋 两对新人择日完婚 这天 郭子星收到消息 元朝脱脱率兵进犯 正商讨御敌之策 刘伯温正好赶来 拜见了郭子星 又认识了白袍小将 大家正在为刘伯温助阵 如虎添翼的时候 刘伯温忽然贪软了下去 原来是身上鼓毒又发作了 可这鼓毒很厉害 没有任何办法可解 朱元璋就开始发动乌鸦嘴 如果能够医好刘先生 我朱元璋 甘愿受一大击 换取刘先生身上的鼓毒禁除 白袍赶紧运工 帮刘伯温把毒逼出来 只见地上出现一只虫子 刘伯温身上 马上就有了感觉 射出一道火焰 把虫子烧死 可是乌鸦嘴就是乌鸦嘴 我朱元璋 甘愿受一大击 第二天就应验了 朱元璋会有什么样的劫难 下回再说 朱元璋和马秀英要结婚了 两个人都经历了无数磨难 马秀英为了给朱元璋 首身如玉选择自杀 朱元璋也曾为了马秀英逃婚 现在终于苦尽甘来 有情人成了眷属 可当他们要对败的时候 慢着 原来是托亚来抢婚了 之前朱元璋答应过 帮托亚做三件事 现在找他兑现承诺 朱元璋男子汉大丈夫 说到做到 可他没想到 托亚让他做的事 就是跟他走 马秀英一看 老公被别的女人拉走了 气得直接背过气去 朱元璋被拽到大门外 正脱开托亚 愤怒地问他 为什么给自己添乱 自己跟马秀英青梅竹马 娶他有什么错 当然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这一句话 竟然把朱元璋给说愣住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是吗 朱元璋在这个场合 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顶着吃瓜群众的压力 那三个字 在他脑海里转了半天 却始终没有说话 花蓉忽然出现 劫持了他们两个 告诉刘伯温 如果你想要这臭小子的东西 就拿天书的跟我换 花蓉告诉陈有亮 自己把朱元璋带回来了 你看着办吧 既生鱼和生亮 青龙转世的陈有亮 怎么容得下 金龙转世的朱元璋 将他踹倒在地 拿起皮鞭 先抽一会解解气 朱元璋解释道 我只是想推翻暴政 没想过当天子 拖牙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跟马秀英拜堂 可被抓到这里 没想过要招惹他 说的陈有亮 顿时觉得自己格局小了 鞭子也挥不动了 花蓉看此清醒 赶紧来煽风点火 欲成大事 不能心慈手软 实在不忍 砍了他的金龙脚也是一样的 陈有亮觉得对 拔起了宝剑 朱元璋 此刻如带子的羔羊 默默闭上了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拖牙拦住了他 如果你杀了他 我也不活了 咬蛇自尽在你面前 陈有亮纳闷 朱元璋都要跟马秀英结婚了 你还护着他 拖牙说我不管 他死我也死 拖牙终究是他爱过的女人 愤恨地放下手里的剑 拖牙扶起朱元璋 问他疼不疼 朱元璋告诉他 不要为自己做危险的事 那样也做不值得 自己没有办法偿还 拖牙说我做不到 第一次见到你 就已经无法控制地爱上你 即使跟父亲反目 被卖到妓院 受尽凌辱 都无法不去爱你 拖牙问朱元璋对自己的感觉 朱元璋一把抱住他 感叹着相见恨晚 对马秀英不知有情 还有意 自己没有办法再选择 我只要知道你喜欢我就够了 于是打定主意 要求朱元璋 他来找陈有亮 表示自己愿意跟他在一起 即使做妾也可以 陈有亮当场呆住了 条华也在一旁偷听着 随后拖牙开始宽衣紧待 四象复制术 四大祭司使出四象复制术 头顶出现巨大符咒 指向地面 瞬间钻出两个巨大石人 上一次因为四象复制术使用 不熟练被寒灵石人一拳击败 现在借助天书之力 竟然能同时召唤两个 这次召唤成功 可谓是实力大增 七七格更是嚣张地认为 这两个石人足以横扫千军 不用再动用兵马了 决定用两个石人进攻郭子兴 并消灭所有起义军 接到大祭司的指令 石人向郭子兴的部队走去 在豪州城外与郭子兴的部队交上了手 石人向恶魔将士展开了单方面的屠杀 一拳打倒一大片 将士的武器对石人造不成一点伤害 石人造成的冲击波 更是直接炸死一大片 郭子兴的防守部队不一会就全军覆没 另一边 华容发现有人暗中施法 偷窥他们 就赶紧施法制止 刘伯温法术被迫 四人一时没了主意 刘伯温猜测 华容肯定去了义德会 我现在就去找郭元帅借兵 咱们下去义德会 被刘伯温阻止 现在正是用兵之时 况且都是义军 自相残杀也不好 不如自己带着白援 营救主公绰绰有余 于是就此告别 二人边走边商量营救方案 刘伯温护主心切 决定血洗义德会暴力救主 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也好 反正他们也不是咱们的对手 正好我要闹个天翻地覆 再救出园长 走 而此时托雅为了救出朱元璋 竟然脱下衣服想要勾引陈有亮 没想到 却被陈有亮拒绝 而且我真正爱的人 是条华 我对他的感情 跟对你的不同 然后捡起地上的衣服 给他穿好 条华看到陈有亮 真的是爱着自己 非常高兴 等陈有亮走了以后 走到失望的托雅面前 他不再嫉妒托雅 而是非常理解 托雅此刻的心情 他要帮托雅救出朱元璋 晚上 条华带着托雅和受伤的朱元璋 趁着月色逃跑 却被陈有亮拦住 条华给陈有亮求情 当时在大别山白园要杀我们 是朱元璋给他求情 财勉于一死 求他放过朱元璋 陈有亮表情严肃 目露凶光 提起了宝剑 这下 出乎在场所有人的预料 原来之前陈有亮 接到盟友徐寿辉 邀请到豪州会盟 劝说他放弃 对朱元璋的个人恩怨 以大局为重 共同对付元朝朝廷部队 陈有亮心想 此刻大祭司实力强劲 如果不团结一致 其军会被消灭 而且 朱元璋是郭子兴的人 徐寿辉跟郭子兴又是至亲 留着他以后 还有用处 所以跟朱元璋和解 豪州会盟 共同抗援 现在大敌当前 需要我们所有人 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所以 我暂时不杀你 徐达汤和胡大海 向郭子兴请因出战 要三虎斗石人 解豪州城的危机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四大祭司带领着石人 对起义军肆无忌惮的杀戮 尸横遍野 管家传来消息 我军各路人马 遭受两个石人攻击 损失惨重 什么 那个石人是不是韩灵儿的 不 是朝廷的四大祭司 召唤出石人的 郭子兴觉得这是很蹊跷 只有韩灵儿懂得召唤石人 四大祭司怎么也会 立刻派人找韩灵儿问清楚情况 并请他来豪州支援 看情况危急 三员虎将请因出征 要一起对付石人 郭子兴担心心姑爷安全 嘱咐他要小心 徐达表示不会 拼死抵抗 拖到刘伯温他们 回来就好 一支闭关修炼的 韩灵儿功利大成 也决定出关 得知四大祭司 复制出两个石人 正在攻打豪州城 而且不知是这样 徐授辉 还有郭子兴也派人来质问我们 问教主的石人 为什么在四大祭司手上 是不是我们白连教 已经被朝廷收买 为了解除各方误会 韩灵儿当机立断 出兵会蒙豪州 要首任大祭司 左右护法听令 在 你们随本座 一起前往战场 本座要亲手毁掉那个石人 此刻四大祭司召唤的两个石人 正在大杀四方 韩灵儿赶到战场 他知道 士兵再多也无济于事 让左右护法带着部队撤下 韩灵儿随即施展法力 召唤出独眼石人 与大祭司的石人战斗到一起 两个石人互殴难分胜负 而齐齐格二人 操控着另一个石人 正对其他异军展开杀戮 石人左右开弓 一支部队没一会就所剩无几 齐齐格觉得玩够了 操控石人放出激光 杀光了想逃的士兵 此时 徐达 汤和 吴大海赶到 三人合力杀过去 另一边 陈友谅砍断了朱元璋的脚铁 二龙放下恩怨决定共同御敌 你不用感激我 现在大敌当前 需要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此时恰好白元和刘伯温赶到 既然已经决定联手御敌 也只能兵士前嫌 几人一起商讨御敌对策 花蓉问道 你对于四大祭司的两个石人 有什么好主意吗 我们可以和起功力 传给来源 主人 你要传功给我 你是灵侯 有变化的术 你只要接受我们的功力 变大以后 便给你对抗石人 可是他们有两个石人 总不能同时对付他 放心吧 花蓉师父 韩林尔他也有一个石人 刚好可以匹敌 商讨好对策 这一行人决定火速开往战场 几人究竟能不能按照刘伯温设想杀掉石人呢 下回再说 刘伯温花蓉合力解除白猿体内封印 让千年灵侯 再现真身对抗山石之人 战斗即将进入关键时刻 这还要从头说起 汤河 徐达 胡大海三人到达战场 此刻异军已被石人杀光 三人一起冲向去开战 三人闪转藤魔 使用各自武器攻击石人 经过无数次劈砍 发现普通兵器居然对他起不了作用 胡大海信急 冲到跟前一顿劈砍 被石人一脚踢得 差点领了盒饭 三个虎将逃跑了 寒林尔可就开始忙活了 两个石人对战寒林尔一个 寒林尔看 这么打战不到便宜 就拿出学的新技能 山石龙卷锋 想把对方两个石人搅碎 可四大祭司的最上复制术 不只会复制石人 才能复制技能 也使出龙卷锋 两股龙卷锋就这么搅在一起 巨石撞击甚至摩擦出火花 左右护法想过去帮忙 可根本插不上手 对方四个大祭司法力身后 寒林尔以一敌四 终究不是对手 被直接击退数米 朱元璋几人及时赶到 看到寒林尔以体力耗尽 不能再战 只能硬着头皮 启动第二个计划 让白元以一敌二 刘伯温与花蓉的共同施法下 千年白元的远古封印被解除 于是他献出了真身 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只见他威武霸气地走到石人中间 瞬间变得跟石人一样巨大 围凶顿足 四大祭司震惊了 还有这种妖法 缓过神后开始攻击白元 白元很是灵活 石人想打到白元不太容易 可是这石人皮操肉厚 挨上几拳几脚也不会倒下 时间异常白元也陷入被动 原计划是 寒灵石人和白元各对付一个石人 可寒灵体力耗尽 让白元以一敌二已无胜算 寒灵于是想再次召唤石人参战 可运功尝试可行不通 朱元璋不忍白元挨揍 就问道 刘先生 现在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刘伯温被他一提醒 恍然大悟 眼前这二人可不是一般人 都是神龙转世 拥有神 陈友谅原本应该是金龙 可是被奶奶的馊主义 穿了耳洞变成青龙 而朱元璋可是金龙入体 可手掌日月的真命天子 这二人合力必是无坚不摧 于是让他二人站出来 被他们施法 双龙合力 二人原神现行 四大机子心灵 也是下得一击灵 青皇二龙联手能战胜十人吗 下场 你和友谅 是青龙和青龙 只要你们联合 便可无先不摧 好 有亮 咱们上 为了对付四大祭祀召唤的十人 刘伯温用法术 激发出朱元璋 陈友谅二人的真龙之力 只见二人原神 从体内横空而出 威武雄壮 吓傻了对面的四大祭祀 刘伯温率领 青皇二位真龙 再加上千年花豹金冲上去 围住一只十人 开始攻击 二白人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一对一单挑 双方激战时热火朝天 十人虽然威力巨大 但是面对这四位伸手脚筋的高手 也是很困难 四人集中力量进攻十人的一只手臂 不一会 十人一条 胳膊被砍断 十人威力大减 四人抓住机会 被十人心脏 又发起集中的攻击 可十人还能挣扎 一只胳膊拍到了花蓉 阻止了进攻 三人合力把十人击退 趁他站立不稳的时机 抛出宝剑 三剑合一 红天儿将 四大祭祀拼命操作 但十人以来不及反应 被宝剑击中 直接变成碎石 大祭祀一下愣住了 放松了对另一只十人的操作 被白云一记 重拳击地粉碎 萨满法术被迫 还不忘放好话 刘波文 你以为 这样就能打败我们吗 哼 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我们撑 是 放完狠话就想跑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花蓉直接锁定了 背叛自己的齐齐格 韩里儿体力慢慢恢复 也要参与追杀行动 刘伯温追捕二纪四 白云去追捕三纪四 白云追捕可是一把好手 一屁股坐在了白袍纪四身上 像狗皮膏药一样 甩也甩不掉 三纪四急眼了 用胳膊肘砸的白云 也是不轻 接着玩起了爱的魔力 转圈圈 灵猴扭动身体 双腿盘在祭司身上 使出了怨妇十八脑 疼得祭司哇哇乱叫 最后一招泰山压底 让三纪四里了盒犯 二纪四法力高强 还会隐身之术 刘伯温没有白云的鼻子 一时竟察觉不出来 可忽然 刘伯温耳朵有了反应 二纪四居然从背后窜出来 二纪四也是实诚人 这么替刘伯温着想 刘伯温正好有把抚摸剑 让他见识见识 一顿天外飞仙使出后 刘伯温掉头就走 二纪四正感觉纳闷呢 这是几个意思 忽然身体有了感觉 这剑法后劲可真足 就这样一命呜呼 大纪四撒满武功高强 能那么容易被这三元小将擒获吗 请看下集 青龙转世的朱元璋 青龙转世的陈友亮 还有仙人刘伯温 使出三剑合璧 击杀四大祭祀的十人 四大祭祀法术被迫 疯狂逃窜 花容追上齐齐格 他们曾经情同姐妹 齐齐格却利用她盗取天书 所以对她恨之入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妹 你居然利用我来盗取天书 哼 花容 你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你还不是一样 利用陈友亮 来打倒你杀了臭头小子的目的 哼 更不要脸的是 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爱刘伯温 哼 还不是为了夺取天书啊 齐齐格这嘴是真不饶人 把花容给气得够呛 当即动手 齐齐格武功精进很快 两人交手是不分胜负 齐齐格催动真气 被花容一一化解 来我了 胡蓉毕竟是千年报紫荆 这一下打得齐齐格不能动她 慌忙中叫起了姐姐 姐 我好痛 我一定不会背叛您的 花容哪会信她的鬼话 一个黑虎掏心要了她小命 这边大祭司也感受到后面有人追击她 回头一看都是争抢天下的好手 金龙转世的朱元璋 青龙转世的陈友亮 还有弥勒转世的韩连 这三个出出茅庐的家伙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杀了他们正好 元朝就稳当了 心急火燎的就使出了招式 放出自己的寒冰骷髅杖 攻向这三人 三位小将面对大祭司 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格挡得有模有样 密不透风 攻了一会 感觉数量还不够 于是骷髅杖越来越多 三个小将对骷髅杖一顿格挡 最终也没能伤了他们三人 看来分身法杖威力不够 于是拿起骷髅杖就冲了过去 一对三镜也不落下风 武器敲击地啪啪闹着火星 打得三人只能疲于应付 没有还手之力 三人合力刺过去 被大祭司格挡住 反手还一仗给他们打趴到地上 正要结果了朱元璋 拖牙赶到 拦住萨满 以为他会给太尉老爹一点面子 没想到萨满真够狠 轮起法杖 要连拖牙也敲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伏魔剑冒着金光出现 格挡住骷髅法杖 得知自己三个徒弟都死了 萨满表示要把在场的人都杀了 刘伯温说你也太飘了吧 萨满又笑了 白元 花蓉 刘伯温就跟他斗在一处 刘伯温是修炼过三本天书的半仙之体 花蓉和白元 都是修炼千年的金怪 绝非朱元璋 他们三个可比 一个人抵挡着三人攻击 可不是那么容易 不一会白元和花蓉就牢牢 把萨满控制住 刘伯温也不讲 以多欺少 这种道义不道义的事 今天就是要弄死你 抓住机会 使出伏魔剑正中大祭司下怀 三个正人君子也在背后捕一刀 给他一个痛快 几人合力 才把他解决掉 随着一团黑雾散去 萨满也倒递不起 看大反派已除 韩黎儿和陈友亮纷纷离去 看马秀英来了 脱牙 也不舍得离开这里 怎料大祭司还没有死透 他也不打算装死 睁开了双眼放出飞镖 向朱元璋射去 脱牙舍身替朱元璋挡下了 最后被人捕刀死 脱牙身中剧毒 开始口吐鲜血 刘伯温等人都对毒镖的毒术手无策 脱牙临终前问朱元璋 在你心里 你到底 有没有爱过我 有 听到了肯定的回答 留下自己最后一个要求 就是取马秀英 然后微笑着死在爱人的怀里 随后 朱元璋陪刘伯温踏上了历练之路 为统一天下做好了准备